朋友们 从这一集开始 我们进入红衣法师全集的 说佛篇 诗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学生眼中温而立的李先生 口中传授的 不再是俗世优美的音律 而是静世灼心的范音 手中所指的 不再是描绘世间情态的探笔 而是救度人间苦难的清廉 红衣法师 晚起 守着一夜偏周 黄祸漂泊的众生的缆绳 传道授业尽他所能 指引彼岸的方向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佛教的基调是悲观 认为人生是苦 大家因此断定 佛教倡导的是 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 信仰佛教的人 往往也会把佛教看作是 参透人生之苦的迟早 禁匿于悲伤的感情中 不能自拔 其实这是对佛教 最普遍的一种误读 红衣法师专门在演讲中 解释这个问题 他说 佛指示我们 这个人生是苦的 不明白其中的真意的人 就生起错误的观念 觉得我们这个人生 毫无意思 因而引起 消极悲观 对于人生 应该怎样努力向上 就缺乏力量 这是一种被误解的 最普遍的 社会上的很多人 往往会拿着 消极悲观的名词 来批评佛教 而信仰佛教的很多人 也每每会陷于 消极悲观的错误 其实人生是苦这句话 绝不是那样的意思 佛确实曾指示我们 这个人生是苦的 然而这个所谓的苦 指的不是生活的艰难云云 而是指无常之苦 无常之苦 指一切都无常 都会变化 佛是从无常变化的角度 说人生都是苦的 譬如身体健康并不永久 会慢慢地衰老病死 有钱的也不能永远保有 有时候也会变穷 权位势力也不会持久 最终还是会失掉 以变化无常的情形来看 虽有喜乐 但不永久 当生活发生变化 苦痛就来了 佛说人生是苦的 这个苦 是说人生有缺陷 快乐不会长久 就像花朵会在某个 不经意的瞬间盛开 饱满晶莹的花瓣 与曼妙的香味 让人沉醉 留恋 而它却注定了 不能长久地留存于世上 你必须经历它的 凋敝和枯萎 那么相对之前的 花枝美态 这个情境是悲凉的 客观地来看看 我们的生活 是单纯地痛苦忧愁吗 很显然不是的 人生有那么多快乐的事情 每个人都不免要经受 身体有病 家境困苦 亲人别离 等等这一类的痛苦 同样也会享受到 身体健康 经济富裕 和家团圆的快乐 无论什么事情 苦乐都是相对的 遇到不如意的事 就说人生是苦 否定了生活中 所有快乐的因素 显然是偏激的做法 弘一法师指出 佛教非但不认定 生活是悲伤的 还会告诉大家 如何走出悲观的情绪 直面这悲伤 佛倡导一种境界 叫 常乐我静 常是永久 乐是安乐 我是自由自在 静是纯洁清静 这四个字合起来 就是永久的安乐 永久的自由 永久的纯洁 生活从来都不是圆满的 它喜又掺杂 佛法想告诉你的 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 修行才是正确的 怎么做才能够 把这不彻底 不圆满的人生改变过来 成为一个圆满的人生 佛曾在菩提树下 明思静想 想要悟出人生的真谛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最后终于觉悟 并总结出人生的四个真谛 一 苦地 人生是苦 是佛教对人生的基本认识 二 极地 贪欲是人痛苦的根源 是佛教对人生痛苦根源的分析 三 灭地 人要摆脱痛苦 必须放下贪欲 佛告诉人们 如何才能摆脱痛苦 四 道地 告诉人们如何摆脱痛苦 以及获得解脱的方法和途径 四地 是一把解开生命繁忧的钥匙 佛教认为 宇宙是虚幻的 暂时的 空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恒不变 一件价值连城的古丸 一旦失手掉在地上 请客之间就分文不止了 如果执着于他原来的价值 不能认识到他本来的空性 就会伤心 痛苦 人们应该在拥有他时爱惜他 珍惜他 而一旦失去了 也不要执着和烦恼 花朵会开放 就必然会凋谢 以豁达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事实 在他娇美时 尽情地欣赏他的美丽 凋零了也不必叹息 他是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轮回 仅此而已 而你要做的 不是哀叹他的凋敝 而是欣赏和赞叹 为自己能看到这么美丽的生命而欣喜 生命也如花朵草木般 有开有败 有哭有容 享受生命的过程 平静地承受喜乐哀容 这样的生活 才是平淡而幽静的 不会被苦和忧伤的感觉 时时地包围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出家不是逃避 在《红楼梦》的结尾 贾宝玉看破红尘 飘然出家 而且出家以后 俨然避离尘世 她的父亲贾正 甚至寻她不见 贾宝玉这样的消失 符合多数人 对佛教信徒 剃度出家的印象 飘忽 神秘 出家就仿佛从这个世界 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很多对佛教 不太熟悉的人认为 佛教徒出家是为了出世 即抛却一切 寻找寂静清幽之所修行 躲开人世的烦扰 确实 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有避世的观念 最为著名的就是 像陶渊明一类的人 因为不想受到世俗的污染 而隐居 不问世事 过着采菊东里 悠然南山的生活 在人们的观念里 佛教徒的出家 与高人意识的隐遁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想法确实非常美好 可惜是片面的 不正确的 一次在上海太平寺 红一法师见到了 前来拜访的老朋友 墨尔初 叙旧之后 两人的话题 自然而然的谈到佛法上来 墨尔初对于佛教 并无多少了解 不过他在一些哲学 文化类的书籍中 见过一些批评佛教的观点 在他看来 佛教是一种 引导人们出离世间 逃避家国社会责任的宗教 当此国家衰尾 正需国民奋发图强之际 佛教于世又有何意呢 红一法师耐心地解释说 佛法并不离于世间 佛教的本旨是要洞悉 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 教人求真求智 以断除生命中的愚痴与烦恼 修学佛法也并不一定都要离尘出家 在家之人同样可以用佛法来指导人生 利益世间 就大乘佛教来说 其菩萨道精神更是充分体现着 寄物利人的人士悲怀 凡有志于修学佛法者 皆许法大菩提心 利四弘愿 所谓众生无边世欲度 烦恼无尽世愿断 法门无量世愿学 佛道无上世愿成 以此自理精进 无量世中怀此宏大心愿 永不退失 只要是既是利人之事 都可涉入佛道之中 佛教哪里会是消极避世的宗教呢 佛教不是消极避世的宗教 弘以法师真正做到了 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 他在出家之后 一方面进行研究佛法律部著书理说 另一方面不断地游历 进行佛法的交流和弘扬 尤其是在抗战期间 曾经留学日本的他 更是立场坚定地主张抗日 甚至日寇淋于门下而不必 慷慨激昂地写下 亭亭局已知 高标处晚节 云和色烟红 殉教应流血 由此可见 所谓出世 并不是一种逃避或是摆脱的行为 弘以法师曾经专门解读过出世一词 认为这个词有两层含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世有时间性的意思 如三十年为一世 西方也有这个意思 把一百年称为一世纪 所以 世的意思就是有时间性的 从过去到现在 现在到未来 在这一时间之内的叫世间 佛法也如此 可变化的叫世 在时间之中 从过去到现在 现在到未来 有到没有 好到坏 都是一直变化 变化中的一切都叫世间 世还有一层意思 当蒙蔽讲 一般人不明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 要怎样做人 死了要到哪里去 不知道人生的意义 宇宙的本性 糊糊涂涂的 在这三世因果当中 这在世人眼中 混沌的三世因果 就是世间 常人所谓的出世 显然是后一种含义 世间 是被夜火炙烧的烦恼之地 能处理世间 是人们无上的追求 什么才是真正的出世呢 洪一大师开始说 能修行佛法 有智慧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 心里清静 没有烦恼 体验永恒真理 就叫出世 佛教所谓的出世 并不是号召大家去逃避 而是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用真理打开生活烦恼之锁 彻底化解那些无尽的忧愁 无论得到与否 我们面对的还是这个世界 只不过 没有了悟的人妄想逃避世界 大彻大悟的人知道如何面对世界 由此可见 那种认为出家了就不在这个世界上的看法 是片面的错误的 即使是修成正果的菩萨 罗汉 也没有离开这个世间 在观念上来说 他们都已经达到了出世的超然境界 可是他们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些受人敬仰 满心慈悲的菩萨 罗汉 依然在这个世界上不知疲倦地救度众生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一切皆空 实为样样都有 一切皆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 反而是样样都有 佛陀在灵山会上出示手中的一颗随色摩尼珠 问四方天王 你们说说看 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看后 各说是青 黄 红 白 等不同的色泽 佛陀将摩尼珠收回 张开空空的手掌 又问 那我现在手中的这颗摩尼珠 又是什么颜色呢 四方天王一口同声说 世尊 您现在手中一无所有 哪有什么摩尼珠呢 佛陀说 我拿世俗的珠子给你们看 你们都会分别它的颜色 但真正的宝珠在你们面前 你们却视而不见 这是多么颠倒啊 佛陀的手中虽然空无一物 但就像苏东坡的诗句所说 无以物中无尽葬 有花有月 有楼台 正因为空无 所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佛陀感叹世人颠倒 因为世人只执着于有 而不知道空的无穷妙用 总是被外在的 有形的东西所迷惑 而看不见内在的 无形的本性和生活 其实那才是最宝贵的明珠 即便是对佛教不太熟悉的人 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 一切皆空 空这个字 在佛教经典中出现的频率 也非常高 佛法中的空 指无我 即不是我 或者没有我的意思 即是说佛法的空 是性空而非相空 是理空而非视空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所面对着无数的人和事 与花鸟重遇共存 安享天地自然的造化 这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实在的东西 皆是依因缘的关系才有的 因为是从因缘而产生 所以依因缘的转化而转化 没有实体 所以才称之为空 这就好比临水看花 水中为什么会有曼妙的花影呢 有水 有花 有阳光 花的影子才能投影到水中 给你美的享受 花的影子是种种条件才产生的 不是一件实在的物体 虽然不是实体 但我们看到的那美丽的形象 却是清清楚楚 并非没有 所以佛说一切皆空 同时既说一切因缘皆有 不但要体悟一切皆空 还要知道有因有果 宏义法师在谈到空这个概念时说 有些人误会了 以为这样也空 那样也空 什么都空 什么都没有 横竖是没有 无意义 这才坏事干 好事也不做 糊糊涂涂地看破一点 生活下去就好了 其实佛法之中空的意义 是有着最高的哲理 诸佛菩萨就是悟到空的真理者 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反而是样样都有 大千世界 百态丛生 人生 善恶 苦乐 等等 都是客观存在的 佛法之中 明显地说到 有邪有正 有善有恶 有因有果 要弃邪归正 离恶向善 如果说什么都没有 那何必要学习佛法呢 佛法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指点人们 看透着因果 走出着困恶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佛法不是消极验世的 名似古叉 多隐于孤寂的山林 出于沉潇 远离红尘 人们偶尔寻访 见到僧侣 安于甜淡的生活 清远孤高 便认为 佛门弟子厌恶世俗的生活 他们所研习的佛法 也是小极验世的 关于这个观点 弘一法师指出 佛子隐居山林 并不是因为冷淡厌世 学佛法者 故不应迷恋尘 是以贪求荣华富贵 但已绝非是冷淡之厌世者 学佛法者 皆许发大菩提心 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 抱热心旧世之宏愿 不但不消极 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 随居住山林中 亦非贪享山林之轻浮 乃是勤修 界定会三学 以预备将来出山旧世之资拒尔 这与世俗中人 要在学校中接受教育 学到知识 为社会出力 是一个道理 既然佛教不是消极厌世的 弘一法师为什么要出家呢 从弘一法师出家经过 以及其出家后的座位 可以断定 弘一法师并不是因为厌世而出家 反而是见证了佛教旧事的理念 弘一法师五岁的时候 就时常看见僧侣到家里念经 以及拜颤 非常感兴趣 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甚至学了放咽口 但是当时的弘一法师 并没有遇到高僧大德 对他进行思想上的感召 对佛法出家生活都不甚了解 所以在这个时期 他并没有对佛教进一步的亲近 民国五年的夏天 弘一法师看到在日本的杂志中说 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 而法师那个时候 恰好患有神经衰弱症 就想尝试断食 心想断食也许会对疾病有帮助 十一月 法师和西陵印社的叶品三商量 结伴去了西湖附近的虎袍寺 寺庙里的生活 让法师欢喜而且羡慕 一住就是几个星期 而且对于僧侣们所吃的蔬菜 更是格外的欢喜 甚至回到学校以后 还专门请人按照那个方法煮来吃 民国六年的下半年 法师正式发心吃素 到了冬天 请了普贤行愿品 棱严经以及大乘起信论等 许多的佛经 悉心研读 并且开始供奉地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佛像 每天上香 可以说从这时起 法师走上了正信之路 并且在七月十三日这天落发出家 出家以后 法师一直致力于弘扬佛法 多处讲学 非常辛苦 抗战时期 他身患重病 自己处于生死边际 还不忘救济难民 叮嘱寺院当家时 把禅房疗房多腾出来一些 供难民居住 他一心和灾民共甘苦同患难 把别人赠送的一副贵重的眼镜卖了 换作粮食 希望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 即便做到如此程度 弘义法师还在忏悔自己 不能为国为民做什么 悲愤地开示众弟子 念佛不忘救国 我们佛教讲报国恩的 当下民族存亡 危在旦夕 僧侣们 以及所有学佛人 要遵循佛陀教会 庄严国土 利乐友情 以佛陀悲悯之心阻止杀戮 救国于危难 法师终于在纷飞的炮火中离世 但是 他并没有就此在世人的视野中消失 有这样的信仰 有这样的僧众 怎么能说佛教是消极厌世的呢 了解佛教的宗派 弘义法师认为 在了解了佛教的一般知识以后 正是学习佛法之前 首先要了解佛教的宗派 既然同是佛法 何来宗派之分呢 佛法的目的在于求觉悟 我们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虽然目的地都是罗马 但是到达罗马的路径 有很多条 个人对佛法的理解不同 修行方式不同 才使佛法在传播过程中开支散叶 大家熟知的禅宗 自身也分为南北两派 禅宗分裂的过程 在佛教宗派的产生中 比较有代表性 禅宗五祖 红忍大师 在湖北的黄梅开坛讲学 弟子众多 有五百余人 红忍法师年纪大了 他想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 于是对弟子们说 大家都做一首记子 谁做得好 就传一波给谁 红忍大师的上座弟子神秀 是弟子中公认修为最好 最有号召力的 他在寺院的墙上 提写了一首记子 身是菩提树 心为明镜台 时时勤服事 物时惹尘埃 大家看到这个记子 都非常赞叹 认为能传承大师一波的 非神秀莫属 当庙里的和尚们 谈论这首记子的时候 被厨房里负责 充迷的慧能听到了 慧能不识字 请人把这首记子念给他听 听完后慧能感叹道 美则美矣 了则未了 他也做了一首记子 又请那个人帮忙写在墙上 菩提本飞树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 神秀的记子说 要时时刻刻地去照顾 自己的心灵和心境 通过不断地修行 来抗拒外面的诱惑 和种种的邪魔 他秉持的是一种入室的心态 强调修行的作用 慧能与神秀相反 他秉持的是一种出世的态度 认为世上本来就是空的 看世间万物 无不是一个空字 心本来就是空的 就无所谓抗拒外面的诱惑 所谓万事万物 从心而过 不留痕迹 显然 神秀的观念 与禅宗顿物的理念 并不相符 而慧能非但观念与之契合 更是达到了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即所谓开悟了 红人看到慧能的这个记字以后 问身边的人是谁写的 旁人回答说是火房的火头僧慧能写的 于是他叫来了慧能 当着其他僧人的面赤字 他说 写得乱七八糟 纯属胡言乱语 并亲手洗刷掉了这个记字 然后在慧能的头上 打了三下就走了 深具慧根的慧能 理解了吴祖的意思 他在晚上三更的时候 去了弘忍禅房 在那里听弘忍讲解了 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金刚经 并且接受了吴祖的衣钵 神秀在僧众中 势力非常大 弘忍害怕神秀的人伤害慧能 让慧能连夜逃走 于是慧能趁夜远走南方 隐居十年之后 在莆田少林寺 创立了禅宗的南宗 神秀在慧能出走的第二天 知道了消息 赶紧派人去追 但没有追到 后来神秀成为梁朝的护国法师 创立了禅宗的北宗 至此 禅宗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分为二 形成南北对立的态势 与禅宗的列变类似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后 到了隋唐时期 就形成了大小城各宗分立之事 弘一法师1938年 在福建安海做讲演的时候 专门为佛友介绍了几个常见的教派 一 律宗 二 法相宗 三 禅宗 四 密宗 五 净土宗 弘一法师1938年 在福建安海做讲演的时候 专门为佛友介绍了几个常见教派 一 律宗 律宗全称为南山律宗 因其创立着唐代高僧道宣 久居中南山而得名 又简称为南山宗或者律宗 律宗在唐代时兴盛 南宋以后逐渐的衰微 律宗依法华涅槃经义 而仕通小成律 立原宗戒体 正属出家人所学 一名在家五戒八戒义 弘一法师研习的就是律宗 二 法相宗 法相宗又名慈恩宗或者友宗 以唐代玄奘为宗族 依无畏白法判别有为无为之诛法 主张一切为实之旨之宗派 此宗所医治经论 为解身秘经 于且诗地论等 弘一法师认为此宗最重要 无论学何宗者 皆应先学此以为根底 法相宗在唐中叶后衰微 在弘一法师的时代开始复兴 学习的人很多 三 禅宗 禅宗是为人了解最多的宗派 关于禅宗的那些 活泼有趣又意境深远的公案故事 让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这一宗派在梁武帝的时候 由印度达摩尊者传至中国 在唐宋时盛行 后来逐渐的衰落 禅宗讲究不立文字 执名识相之理体 但是这并不是说禅宗摒弃文字 他们也会用文字方便教化 以弘扬教法 金刚经 棱且经就是此宗 常所易用的经典 四 密宗 密宗又名真言宗 唐玄宗时 由印度善武卫三藏 金刚志三藏 先后传入此图 密宗以大日经 金刚鼎经 苏西地经三部为正所一 元代后密宗衰落 近代再次兴起 颇为兴盛 在大臣各宗中 此宗之教法最为高深 羞耻最为真切 很多人对密宗 只停留在肤浅的认识上 往往轻似毁谤 弘一法师曾读过密宗遗轨 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过了十几年后 读大日经书 才知密宗教义之高深 深深地忏悔 为此法师曾开始众僧 不可先悦遗轨 应先洗经教 则可无诸疑获矣 五 净土宗 净土宗始于静慧远大师 依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而立 把他力往生和称名念佛 视为自宗的根本内容 该宗三根仆辈 甚为简易 非常适合在末法时代 弘扬推广 明朝时净土大圣 到了近代尤为兴盛 超出各宗之上 因为佛法本来就是平等无二 无有可说 所以造成佛教宗派甚多 上文区区五个宗派 仅仅是报纸一般 想亲近佛法者 可以选择与自己根基相契合的 教派进行研习 万不能有所偏见 就好比生了病 要想治病得对症下药 不是说越贵的药越好 弘扬法师开始说 所谓药无贵贱 欲病者良 佛法一耳 无论大小全实 见顿显密 能契机者 即是无上妙法也 世事常行 菩提道 礼佛是在表示 对佛菩萨的尊敬 很多佛教信徒都在家中请了菩萨 立了佛刊 除了每日的香火 逢年过节 初一十五 还要奉上丰盛的贡品 不了解佛教的人 对烧香拜佛颇为诟病 说这是崇拜偶像 是迷信的表现 弘以法师曾经专门撰文解说 佛教敬拜偶像 是为了表达对佛菩萨的尊重 佛教认为 佛是僧众的教主 是人而尽达究竟圆满的圣者 大菩萨们也是快要成佛的人 是信众的皈依处 也是领导者 尊重佛菩萨 当有所表示 好像恭敬父母必须有礼貌一样 佛在世的时候 可以直接对他表示恭敬 可是释迦牟尼佛一入涅槃了 还有他方世界的佛菩萨 都不在我们这个世界 不得不用纸画 泥塑 木头石块 来雕刻他们的形象 作为恭敬礼拜的对象 佛教徒敬拜偶像 并不是在敬拜一堆 土木石块纸张 而是因为他们表示了 佛菩萨的形象 红衣法师剔度前 也请了佛像在自己的房里供奉 每日烧香 表达尊敬 举例来说 人们表达对祖国的敬爱时 会参加升旗仪式 对国旗敬礼 国旗本身只是一块红色的布而已 人们对它敬礼 是因为它有象征意义 国旗鲜艳的红色 是用无数鲜烈的鲜血染成的 人们实际上是在对一种精神表达敬意 恕发爱的情感 对偶像表示敬意 并不是佛教一家的行为 其他的教派也会崇拜偶像 只不过崇拜的对象不同而已 比如基督教虽没有神像 但是会把十字架作为表达敬意的对象 信徒会虔诚祷告 佛教徒供奉花果香灯等 这些都是有特定的意义的 一 佛前供养花 香花芬芳清洁 愉悦佛菩萨的同时 惊醒自我 花代表修音 代表六波罗蜜 植物先开花后结果 花提醒我们要修行 修行是开花 将来才能证果 学佛者修净土 往生不退成佛式果 想得到这个果报 一定要修音 花开得好 果报一定非常殊胜 供养花是不拘泥于鲜花 人造花 甚至是画在画上的花也可以 因为只要看到一切花 就知道我应当修菩萨行 修六度之音 二 佛前供奉水果 代表信众追求的是 菩萨涅槃的果报 三 佛前供养的香火 很大意义上是供养信徒自身 香代表戒定真香 五分法身香 是研习佛法的目的 见到香 闻到香 知道应该要修戒定 慧 解脱 解脱之见五分法身 可以说 香是在提醒信徒 不忘修学的目标 所以烧香是不要烧很多 一只好香就够了 人们不明就里 烧香烧很粗 很大支的 没有实在意义 只会污染空气 四 佛前点油灯 点蜡烛 表示光明 亦代表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修佛者要有牺牲自己 成就别人的觉悟 才能修成菩萨道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佛在世时就接受这种供奉 佛涅槃以后 教徒们依然用这种方式表达敬仰 礼佛一方面能表达对佛的崇敬 一方面是对信徒修行的警醒 因此态度要恭恭敬敬 否则就失去了礼佛的意义 礼颤诵经在宗教修行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给童年的李淑彤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 是礼颤诵经 礼颤诵经常常被人们认为是迷信的东西 颤在梵语中叫做颤魔 是做错了事情以后承认自己错误的意思 在佛教的传承过程中 颤的意义渐渐模糊 逐渐被曲解 按照佛教的观点 一个人在前世或者今生当中 都做过种种措施 犯有种种的罪恶 这与基督教中所强调的原罪有相似之处 这些罪恶会招引苦难 障碍修到解脱的业力 为了减轻以及消除障碍苦难的业力 所以要在佛菩萨前 众僧前承认自己的错误 以消除自己的业障 所以佛法中会有理颤的法门 基督教中会有牧师倾听信徒的悔改 忏悔在宗教的进修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曾经有法师专门编辑忏悔的遗规 告诉信众怎样忏悔 忏悔要真诚 必须心口一致 一边念诵 一边思考 知道里面的意义 忏悔自己的罪业 忏义中教我们怎样的礼佛 求佛菩萨慈悲加护 承认自己的错误 知道偷盗 邪淫 杀生是罪恶 对人生有害的 一心发愿 改往修来 这些都是忏悔的遗规 对生活有实在的意义 在现代生活中 很少看到有信众自己忏悔 而是请出家人代为忏悔 尤其是家中有丧事 要超度亡人的时候 一些寺庙因为改变了初衷 不以教化世人为己任 而以做佛事为唯一的事业了 近代佛教衰败 与此不无关系 可谓是末法时代的悲哀 忏悔 是为自己忏悔 要亲力亲为 全心全意 即使时间很短 哪怕只是几十分钟 也超过请很多的僧侣 做几天佛事的功德 有人的父母眷属去世了 为了要借三宝的恩惟 来消除父母眷属的罪业 于是请出家人来礼颤 以求王者的超生 无可厚非 然而 如果不明白佛法的本意 只是为了铺排门面 或者是为了照顾当地的风俗 花很多的钱 请一些出家人来礼颤 做功德 而自己或不信佛法 或者自己毫无忏悔 恳切的诚意 那就失掉礼颤的意义了 宏与法师说 要想对过去的父母 尽子女的孝心 最好是亲自为父母礼颤 这样做的功德 是非常大的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我们再来说说诵经的事情 不可因为早晚的诵经 影响家庭生活 曾经有人对宏与法师说 不学佛还好 一学佛问题就大了 我的母亲早上晚上一做功课 就有一两个钟头 如果学佛的都这样 家里的事情简直没有办法推动 于是宏与法师开示重居士 不可以因为早晚的课颂 影响家庭生活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会 信奉佛教 就要把很多的时间 用在课颂上 确实 有很多老年的居士会这样做 但课颂的长短 只是个人的选择 佛教中并没有硬性的规定 在家修行 与出家修行 还是不一样的 出家的僧侣 每日以精进自己为正要 没有俗世拖累 可以早晚课颂 过午不时 出业后业坐禅 等等 在家修行者 在修行的同时 还要兼顾红尘中的生活 上学上班 买菜做饭 伺候老人照顾孩子 这些都需要亲力亲为 如果仍然像出家人一样 招募客颂 严谨的旅行佛礼 既不现实 也不符合人之常情 试想 一个孩子不准时去学校上学 而在家里念经 不但不能学到文化知识 也辜负了家长的期盼 因为父亲为了坐禅而耽误了上班 不但影响了单位的事情 也不能赚钱来养活家人 这些行为都是有备于佛法的 与佛陀的初衷不符 翻看经典 佛陀为在家修行者所说的各种经中 都没有要求在家弟子必须招募客颂 过午不时 初夜后夜坐禅的言句 这是大有深意的 佛陀在感召一个人了悟生命的真意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让他履行社会责任 其实早晚课诵 并不是一定诵什么经念什么佛 也不一定诵持多久 而是可以依照实际的情形来定时间 选择的功课可以是三归一 也可以是十愿 在家修行 也不一定要拘泥于此 也可以学习从前印度大成行人 每天六次行无回法 时间短些不要紧 次数不妨增多 绝不可因为功课的返场 而影响家庭和工作 有信众忧虑这样不利于修行 其实 即使能保证早晚课诵 坐禅 吃素 一天中也只能拿出两三个小时学佛 其余的大部分时间 还得为事法俗悟奔波 想要速速进道 需要依大乘菩萨道 将工作 生活 学习 人和人的交往与学佛融为一体 在世间俗悟中修出世间之道 把生活完全佛法化 把佛法融贯于生活的全过程 念念修行不错 勤己福祉资良 另外 工作并不只是为了挣钱 为了生活 工作对你而言能维持生活 对社会而言 对他人而言 是一种服务 是一种贡献 能积累善果功德 所以 修行者并不应该把工作看作是负担 而应该看作是修行的有力的途径 弘以法师曾说 仅仅依靠念诵经文 吃素来修行 只能算小修行 这些行为确实能重善根 然而功德不大 按佛陀的教会 以大修行为本 才能修出大果报 所以 在家修行 不必拘泥于小修行 能修持当然很好 没有修持的条件 也不必强求 佛教认为 经咒是诸佛 普度凡夫众生 开始众生 误入佛之佛见的微妙法宝 只要唱诵 就能得到佛力的加持 拥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妙用 所以 只要做到心中有佛 实时唱诵阿弥陀佛 就没有辜负 佛以一大事因缘 弘化缩破世界的苦心 就已经做足了 修行者的本分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不要在庙里烧纸 在传统的习俗中 中国人出殡 尤其是在乡村 白色的纸钱漫天飞舞 到了坟地还要 焚化大量的纸钱 和纸壶的纸人纸码之类的祭品 烧纸的习俗是中国很早就有的 红衣法师在《切莫误解佛教》一文中曾提到过 他说 古代中国祭祖时有焚薄风俗 烧一点绸缎 给祖先享用 后来为了减省就改用纸来代替 到后代做成钱 元宝 钞票 甚至于扎房子 汽车来焚化 这些都是古代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演变而成的 法师指出 这些行为不是佛教里面所有的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有一个融入的过程 为了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 坚受儒家 送死为大事 及后葬观念的影响 逐遍地演变成 丧事与念经理佛相结合 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化 铺张浪费 仿佛指钱烧得越多 才能越发地表达生者的心意 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 很多原本正确的东西都被歪曲 现在有的寺庙里好像超度佛式也有这些做法 那是变质的佛教 不是真正的佛教 佛教认为 人的生命终结以后 快者一瞬间 慢者四十九天就会去转世投胎 投胎者会奔向六道 重入轮回 倘若逝去的人没有学佛 也没往生净土的话 必定受业力的推动 投胎转世于六道中 众生很难掌控自己的业力行为 在投胎的刹那 会身不由己的随夜而投入有缘该去的一道 业力是不自在 身不由己的 他无奈 痛苦 难以抗拒 是轮回生死的原动力 佛子修行 就是要用强而有力的愿力转化业力 使业力称愿力 愿力与业力相反 他自由自在 没有受到过污染 清净光明 能让人随心意而动 顿断三界六道 神通往来自如 所以 真正的佛教中人会用修行 来使死后的世界变得美好 而不会去烧纸钱 也就是说 如果 试者品性非常纯良 或是正信三宝弟子 会立刻往生极乐净土 跳出轮回 在佛教文化中 净土世界是个非常奇妙的世界 地上铺的不是砖块 瀝青 而是炫目的黄金 人们居住的也不是钢筋水泥建造的房屋 而是以金 银 琉璃 车渠 玛瑙 珍珠 玫瑰石 弃养珍宝 庄严而成的楼阁 这里的生活 是真正的心想事成的生活 在这样的世界里 纸钱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即使试着没有往生净土 纸钱对它也没有用处 试想 如果一个人投胎为猪 狗 牛 马等动物 很显然他是用不到钱的 即使投胎到了人道 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 也无法使用钱币 当然 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烧纸钱一事 也并不是一无可取 如果家亲眷属是堕恶轨道 这种风俗习惯还用得上 因为按照佛教的看法 此人在恶鬼道受苦 不给他纸钱 就把他的财路断了 由此可知 烧纸钱对于侍者来说 意义不大 烧纸钱对于生者来说 有一定的意义 可以表达一些 做儿女的对父母的效益 可以表达一些 生者对于侍者的纪念 所以 要是为了纪念先人 可以象征性的少烧一点 并且不要拿到寺庙里去烧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众善音皆善果 出门游历 访问禅院寺庙 人们往往都喜爱抽签问补 一事手气 抽到上签 心中欢喜 抽到下签着 免不了请大师指点迷津 消灾取难 其实 在正规的佛寺中 是不应该有 抽签问补之类的活动的 与佛法 丝毫不沾边 红一法师在 谈及抽签问补时曾说 真正学佛的 只相信因果 如果过去 及现在 做有恶业 绝没有趋及避凶的方法可以避免 修善得善果 作恶 避免不了恶报 要得到善的果报 就得多做有功德的事情 真正的佛子 只知道多做善事 不会去做抽签问补这样的事情 小乘佛法的四分律规定 只要是佛教弟子 无论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 都不能为他人算命 补卦 看风水 大乘佛教的 梵网经菩萨戒本 也有类似的规定 其中 佛仪教三经 至佛仪教经中明确的记载 战相吉凶 仰观星宿 推不迎虚 历数算计 解锁不应 人们认为 抽签补卦之类 能引导人趋及避凶 是对生活有利的帮助 事实上并非如此 比如一位女士去看首相 算命先生对她说 你先生桃花孕旺盛 会有外遇 于是本来关系很好的一对夫妻 很可能心中就会生了隔阂 这位女士总是担心 丈夫变心 疑神疑鬼 让原本平静的生活掀起波澜 她的丈夫呢 本来没有外遇的心思 也会被折磨的精神倦怠 让第三者有空子可钻 也许到了最后 这位女士还会惊叹 算命术士的占卜 果然非常灵验 人活着 要对自己有信心 佛教教化世人的目的 是让人们能够达到 我自成佛的境地 也就是由自己 来掌握生命的方向 扭转自己的命运 筹钱算命之类 违背了佛教的这一宗旨 怎么能够把宝贵的生命的走向 寄予在一根小小的竹签上呢 所以佛陀会禁止佛教弟子 去做占卜这类的事情 佛教相信因果 种善因皆善果 春天开花 秋天才能收获果实 因为有花在 催动了果实的成长 因果不断前行 如流水片可不停息 当千文或者相使 为你指点迷津的时候 因果的报应 已经像杀不住的火车 向前冲去 何人能指 又如何指呢 一旦发生 就已经是过去的命运 而不属于当下的命运了 人的一生 有乐有悲 有喜有忧 不必执着下一步 要踏入怎样的境遇 喜也罢 忧也罢 不过是浮云过眼 一个人在童年 可能为一块 吃不到嘴的糖果哭泣 这悲伤 是否停留到了现在呢 一个女孩 因为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裙子 欢喜不已 那喜乐 是否会一直陪伴着她呢 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不要相信所谓的占卜算命 多做善事 为自己种下善的因 在未来的人生路上 必然会接触无数善的果实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不及僧家半日闲 是个误会 在一些影视作品里 广大庄严 清静优美的寺院 如人间仙境 引人向往 主角往往会因为俗世的忧愁 而顿入空门 选择洒脱无牵挂的生活 顿入空门 主角口称佛号 行走于木叶山栏之间 风度甜淡 滋容庄严 整天什么事也不用做 俨然是一个仙家 这是世俗人眼中的出家生活 人们并不了解僧众的 真实的生活 到底是怎样的 口口相传 以讹传讹 于是很多人便以为 出家人每天过得都很悠闲 古代的文人默克 更是用诗歌表达了 对这种生活的羡慕 如日高三丈游位起 不及僧家半日闲 这一类的诗句 就是这样的谬说 真正出家人的生活 是严谨而艰苦的 出家人居于寺庙 由施主来供养 但并不是在坐享清福 出家人要研习佛法 勇猛精进 非常辛劳 出业后业 精勤佛道 佛子追求的是 对生命本质的透视与解脱 这个过程之艰难 无异于一场严酷的战争 修行者面对的对手 极为难缠 因为这个敌人就是自我 人降生于世上 在红尘里辗转多年 在与无数生命的交集中 沾染上了很多不好的习性 我们都知道 人一生最大的敌人 莫过于自己 出家修行的第一步 就是与自己短兵相接 开始真刀真枪的战斗 出家人一般凌晨三点多起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要客送 雷打不动 寺庙里还会给僧侣们 分派很多的工作 此外还要学习经教 禅修 晚上不能早睡 要参与大众共修 其忙碌程度 不是在俗的人所能想象的 红尼法师作为一代高僧 修业有成 他非常的忙碌 日日要做阅读 讲律和朗诵等常课 绝不浪费时间 傍晚时分 法师还会手持念珠念诵佛号 进行散步 律中规定 穿不过三衣 时不与五时 法师都严守不悦 为的是借除贪奢之妄念 红尼法师为弘扬南山律宗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同时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教典律学著作 法师教典过南山抄记 东营四分律 行事超资持记通试 四分律 山返捕确行事超等 多部著作 极为辛苦紧张 曾经每日标点研习经书 达六七个小时 此外 他还要根据讲课需要 以及手头的相关资料 编转许多律学讲义和稿本 这种辛苦 恐怕让在俗中人听来择舌 出家人除了修行 还肩负着教化的众人 要不辞辛苦四处油画 宣扬佛陀教化众生的真理 一些不了解佛教的人 认为僧侣是单纯的消费者 没有为社会出过力 街边的小摊贩用双手和面 拌馅 能生产出香喷喷的饼 农民春天耕种 夏天打理田地 秋天能收获庄稼 他们都能生产出 实实在在的产品 僧侣能为社会提供什么呢 弘一法师解答说 不知人不一定要从事 农工商的工作 当教员 新闻记者 以及其他自由职业 也能说是消费者吗 除家人不是没有事做 过着辛苦生活 而且勇猛精进 所做的是 除自立而外 导人向善 众德行 修持 使信众的人格 一天一天地提高 能修行了生死 使人生世界得到大利益 怎么能说是 不做事的寄生者呢 出家人是宗教师 可说是广义而崇高的教育工作者 所以不懂佛法的人说 出家人清闲 或说出家人寄生消费 都不对 有些人认为 出家人享受信众的供养 而不做事情 弘一法师感叹道 这大概是出家者多 能尽出家人责任者少 所以社会才有此误会吧 感谢收听 我们进入下集 信仰佛教 国家就会衰亡吗 信仰佛教 国家就会衰亡吗 1927年春天 北伐战争正进行的 如火如荼的时候 在一些过激分子鼓吹下 灭佛 屈僧 毁佛像 拆寺庙 命令僧尼相配等荒诞的提议 被提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 江浙佛学界一片恐慌 在这关键的时刻 正在杭州城内 无山长济光寺闭关的 红衣法师挺身而出 召请地方政要 至寺中谈判 这些政治新贵多仰墨法师 其中一些人还是他过去的学生 谈判前 法师写了一批劝戒的书法作品 赠给大家 美人一福 法师的字很珍贵 那些人受宠若惊 谈判的时候 法师不温不火 蜿蜒劝戒 没有一句重话 却听得众人汗流加倍 大气也不敢出 散会之后 灭佛之说 再也没有人提起 红衣法师认为 之所以会有灭佛意说 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佛教 他说 他们以为印度是因信佛才亡国 他们希望中国富强 于是武断地认为不能信仰佛教 其实这是错误的 研究过佛教历史的都知道 过去印度最强盛的时期 便是佛教最兴盛的时候 那时 孔雀王朝的阿裕王统一印度 把佛教传播到全世界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孔雀王朝的阿裕王统一印度 孔雀帝国的版图 达到了最大规模 北起喜马拉雅山南路 南至迈索尔 东陵阿萨姆西界 西底星度库什山 除了南端以外 整个次大陆领土 统统被收入印度的版图 孔雀王朝的羽翼 覆盖了 除县卡纳塔克邦以南 以及阿富汗的整个印度次大陆 孔雀王朝和同期的汉朝 罗马帝国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 这个强大而先进的国家的国教 就是佛教 阿裕王将佛教定为国教 并且派人前往各地宣传佛教 在那个时代 亚非欧三州都有佛教徒的足迹 由于阿裕王的努力 佛教虽成为世界重要宗教之一 在中国的历史上 也有这种实力 现在在其他国家 中国人往往被称为唐人 中国的代称为唐山 可见唐朝是国事的强盛 佛教的脉动 与中国的发展保持了一致 在国运昌盛的唐代 恰恰也是佛教最兴盛的时代 公元619年 唐高祖就在京师聚集高僧 礼食大德 管理一般的僧尼 唐太宗即位之后 非常重视易经的事业 是波罗坡加罗密多罗主持 有杜僧三千人 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 一共七所 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普及 公元645年 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 著名的玄奘和尚 从印度求法归来 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议场 玄奘以深厚的学识为基础 精确地翻译出了大量的经文 给当时的佛教界极大的影响 女皇武则天也信仰佛教 她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 又造了白马丝版的大同佛像 并且加大力度建造龙门石窟 无数相貌端言 表情温雅的菩萨在山间尽险 到唐武宗的时候 唐武宗破坏佛教 也正是在此时唐代走向衰落 唐以后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重信佛教 而这些宗主在位的年代 也正是宋朝兴盛的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本身是出国家的 太祖朱棣也非常尊崇佛教 他们政治修明 国家也因此而国力龙胜 宏一法师在驳斥佛教王国的谬论时 还提到了近邻的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 挤入世界强国之列 而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佛教信仰 所以从历史来看 希望中国富强与提倡佛教 并不相矛盾 从个人角度讲 时代越来越进步 物质越来越丰裕 人们的心灵呢 很多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面前 感到非常迷惑 而佛教教人们认清自我 认清世界 协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让生活充满乐观的情绪 不再犹豫徨 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显然要大过一个 彷徨 迷惑 甚至堕落的人 社会的风气 也会因此而变得澄澈许多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佛教对社会有没有益处 佛教对社会有没有益处呢 近代 天主教 基督教 在中国建设了一批教会学校 教会医院等等 而佛教少有此类行为 不少人认为 佛教不做有利社会的事业 对社会没有益处 针对这个观点 弘一法师说 这是错误的论调 最多只能说 近代的中国佛教徒 不努力 不尽责 绝不是佛教要我们不做 过去的中国佛教也伴有慈善事业 现代的日本佛教徒 办大学 中学的很多 出家人也多有任大学和中学的校长与教授 慈善事业也由寺院的僧众来主办 在汉语中 慈善一词最早即是从佛教借鉴而来 慈悲是佛教的基本理念 大乘佛教更是旨在普度众生 利乐友情 佛教徒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见证这个理念 弘一法师举例说 在西兰 缅甸 泰国的佛教徒 都能与教育保持密切的关系 兼办慈善事业 所以说佛教不能给予社会以实力 是不客观的 只能说中国佛教徒 没有尽佛家弟子的责任 在中国的历史上 佛教不但因其慈悲理念 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更有许多实实在在的慈善救济活动 在民间开展 寺院是中国最早的 民间慈善组织模式之一 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汉时期 那个时候 佛教寺院已经展开祭瓶活动 到了汉唐时 由佛教寺院组织的慈善事业 已经很全面发达 包括祭瓶 赈灾 医疗 宣传慈善等很多方面 颇有现代慈善事业的意味 在宋代以前 大部分的民间慈善事业 都是由寺院的僧侣 和佛教信徒从事和承担的 民间人士很少参与 可以说 中国时期 中国的寺院是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 当时 寺院兴办的慈善公益事业 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中国后来民生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贡献 其实 佛教徒并没有放弃在慈善事业上的努力 比如台湾慈祭会的正言法师 1966年 正言法师组织了一个济世团体的雏形 佛教克南刺激功德会 最开始 成员只有法师与四位出家弟子和三十位信徒 法师请信徒们每天提起菜篮即投入五毛钱 临出门前就有一颗救人的心 这五毛钱也可以救人的观念 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震撼 在慈悲心的感召下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个月 慈悸会便救济了一个孤苦无一的老太太 每天有人送饭给她 为她打扫卫生 直到这位孤苦的老人安然地理事 以此为起点 一桩艰辛伟大的济世工程 默默地开展了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 慈悸功德会成为台湾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 在世界的五大洲都设有峰会和联络处 慈悸会救人无数 每逢水火风灾地震以及空难车祸等意外变故时 慈悸人总能紧急动员起来 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前往灾区救助 台湾学者江灿腾教授说 中国僧侣宗教典范的追寻 都是戒定慧三学兼备和入室救度的 在入室的佛教中增长道业 对社会大众苦恼有所关怀和帮助 二十世纪以来 中国的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已经开始 并且处在现代转型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有组织和个人陆续投入其中 佛法是普度众生 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佛教徒能走入慈善事业 合乎佛教救世的本意 这些救世之心的慈悲 如清纯的甘露洒向世间 熄灭了人间夜火 也使佛教在沉面中复苏 逐渐的发达起来 感谢收听 我们进入下集 怎样皈依佛法僧三宝 这集我们来说说 怎样皈依佛法僧三宝 皈依佛法僧三宝 是成为正信佛教徒的第一课 一个学佛的人 如果没有经过皈依三宝的仪式 即使上香礼拜 严谨客送 也只是一个对佛教尊重而有兴趣的人 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教徒 为什么呢 这就好比是学校里的旁听生 即使你学习非常努力 没有办理正式的入学手续 也不能算是学校里的一员 皈依三宝是确定信仰目标的表示 皈依以后 就表示从此信奉佛教 成为三宝佛法僧的弟子 不再信仰其他的宗教 对于三宝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宏仪法师在普法的时候 选取了普通人最容易了解的说法 进行了介绍 他说 佛者如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诸佛事也 法者为佛所说之法或菩萨等依据佛意所说之法 即现今所流传之大小成经律论三藏也 僧者如菩萨声文诸圣贤重下至紧替发皮加沙者皆是也 三宝的宝是一种比喻用来彰显佛法僧的圣德 拥有金银珊瑚翡翠等俗世的珍宝能使人们物质生活不匮乏 而仰仗佛法僧等初世间的珍宝 却能使人们脱离生死轮回 解脱精神上的苦楚 皈依是投靠三宝依靠三宝 请求救护 从而得解脱重苦的意思 人是艰难 人们都需要帮助才能走好人生路 小时候 人需要依靠父母 生命才得安全 白发苍苍 要依靠拐杖走路才能安稳 在黑夜中前行 需要灯火才能避免摔跤 在大海上远航 要有指南针才不会迷航 佛教认为 世界上邪魔外道 坏人坏事很多 三宝如父如母 有了三宝作为依靠 生命就有了安全的依靠 皈依三宝有一定的遗鬼 首先 必须在寺院请住持或其他戒行深厚的僧人 做皈依师 经过请师 开导 请圣 忏悔 受皈 发愿等程序 而成为合律的皈依弟子 在家信中有皈依愿望的 先要到寺院的课堂 拜访知客师 讲明自己的愿望 知客师将受皈者带到维诺师处 再由维诺师到方丈 禀告大和尚 大和尚即命人在法堂或者方丈 附设法座 备好香花灯竹等 受皈者 一人持香 随两位守之隐庆的银礼师 来到法座前 一旁站立 大和尚礼佛对坐 维诺师吟唱相赞 唱笔 受皈者闻庆生 至成鼎礼三败 常跪合掌 大和尚先为受皈者取法名 维诺师带受皈者 请大和尚做三皈本师 受皈者三请三叩首 大和尚同意做三皈本师后 即为受皈者将开导 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耶摄父亲 受佛陀三规 讲到五种三规的区别 再讲三宝和住持三宝等等 言辞很长 最后要进行如下问答 大和尚说 如等听我语 能解否 受皈者回答 能解 如法受持否 受皈者回答 如法受持 仪式进行到这里 开导完毕 大和尚接着说 如等既能如法受持三规 应当请十方三宝 作为医护之尊 一切万灵 作镇炎之主 于是大和尚起坐蔫香 受皈者肃立合掌 专心做观想 随大和尚 以香花迎请法界诸佛菩萨 前来正蒙受皈 迎请各位神灵 前来奸谈护戒 受皈者在大和尚的开导下 观想佛法的广大 自身的渺小 生大惭愧 生大不畏 乃常跪和掌 求爱忏悔 受皈者随大和尚念叨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于义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受皈者求得忏悔后 罪业消除 身心清静 决意断恶修善 立即众生 对佛至成顶礼 接受皈依 皈依的主要内容是 尽行受皈依佛 皈依如来至尊等正觉 尽行受皈依法 皈依如来所说 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尽行受皈依僧 皈依清静福田僧 皈依三宝仪式结束 受皈依者心身有所寄托 感到世间众生 为度苦地 为解极地 为得灭地 为安道地 而发出四红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法愿后 大和尚勉力受皈依 欲奸宏愿 欲增深信 谨守修行 甚勿退失 功德圆满 受皈依礼礼谢大和尚三拜 维诺师领诵回相继 祝愿受皈依 功德殊胜 补充说明的是 皈依三宝以后 仍然可以敬神 祭祖 因为皈依和拜祭祖先是不同的 皈依是一生信仰的皈属 皈依祖先是对祖先表示尊敬 礼貌 寄托哀思 这两者并不冲突 还有 皈依三宝并不一定要吃素 不皈依的人也可以吃素 皈依的人也可以不吃素 皈依不是受戒 所以没有戒条的约束 皈依是宣誓自己终生 信奉三宝 不改变信仰 与吃素没有关系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皈依佛法不等于皈依义法师 我们来听听对这个问题 红依法师是如何讲解的 皈依佛法不等于皈依义法师 有人曾问红依法师 现在的人皈依三宝后 动不动就说自己皈依了哪位师傅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红依法师解答说 不然 一所皈依者为僧且 非为皈依某师一人故 信中所皈依的是僧众 并不是皈依于某一个师傅 法师还举了偶艺大师的话 作为旁证 他说 皈依僧者 则依妾僧皆我师也 今世俗事 则依明得比丘里士之 切切然今月 无为某知识 某法师门人也 比知识法师者 亦切切然今月 比某居士 某载观 皈依于我者也 亦 果如此则应月 皈依佛 皈依法 结交亦大德可也 可云皈依僧也与哉 僧是三宝之一 只信受如来教法 奉行其道 而入圣得国者 或只信受佛法 修行佛道的团体 皈依了三宝 就是皈依了众僧 世间的僧众 都是信徒的师傅 一些人出于虚荣的心态 时常炫耀自己的师傅 使某位高僧大德 是错误的 佛门中人 有时也难以免俗 一些修为不佳的僧人 会向人炫耀 自己是某某名人 某某高官的师傅 这也是不正确的 皈依佛 皈依法 并不是为了 给自己拉拢关系网 也不是为了认识 生名显赫的人 怎么能动辄 就把师傅的名号 挂在嘴边呢 当然 也有一些信徒犯 这样的错误 并不是出于虚荣 而是出于 世人对此常有误解 很多人并不清楚 三皈依 所皈依的是僧团 而具体的僧人 只是作为僧宝之一代表 就好比要召开人大会 但是不可能 全国人民都去参加会议 所以就选出了代表 这些人代表着人民 在皈依的仪式中 所拜认的师傅 是代表了僧团 接受信徒的皈依 并不能说 信徒所皈依的是 这位师傅 一些人误以为 皈依僧宝 即为皈依某一个僧人 更为袒护自己的师傅 与其他的僧侣信徒 发生局语 由此引起诸多的争断 甚至拉帮结派 这完全是违背了 佛陀的本意 偏离了皈依的意义 从佛法的角度讲 如果说所皈依的是某位师傅 那么皈依的 就是这位师傅的色身 色身是无常之物 皈依无常 就是皈依外道 就不能说是皈依了 佛法僧三宝了 再说 佛法本来就是依法不依人的 去依人而不依法 显然是与佛陀的教会相违背的 所以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说 依止某人为师 平时大家总说 皈依某某师傅 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要改也难 但是自己要明晰其中的含义 比如说晒被子 大家都知道 是要把被褥拿到 屋外阳光好的地方去晾晒 但一旦说到晒太阳 谁都明白 是人站到太阳底下去 被太阳晒 而不是把太阳拿到屋外去 再比如说 救人和救火 同样一个救字 意义却完全相反 所以 一定不要让字面上习惯性的错误 误导了信仰 一定要知道其中正确的含义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名词 外道 什么是外道呢 佛教自古以来 统称异教徒为外道 此名称并非轻武之意 因为佛陀在各经论中 都说佛法在自己心中 不向外求 中国禅门也说 不做佛求 不做法求 不做僧求 可见佛法及自己的真心自性 若在此以外谈法论意 都是心外求法 所以被视为外道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钱信之心 敬三宝 钱是虔诚的钱 世人恭敬三宝 却很少有人知道敬三宝的方法 弘一法师曾在泉州大开元寺 专门为信众讲解过这方面的知识 佛法僧三宝是相对抽象的三个概念 在敬三宝的时候 要把它们落实到实物上 弘一法师说 三宝其意甚广 经为举其少分之一耳 佛 指佛像而言 这个范团 这个范围非常广 不仅包括我们常见的陶瓷的佛像或是石刻的佛像 木雕的 泥塑的都在此列 甚至画在纸上的佛像也属于这个范畴 法 指各种经书 无论是手写的还是印刷的都算在内 僧 泛指出家修行的僧侣 信众平时礼佛时要庄重 要提前洗手 漱口 制成恭敬 缓缓叩拜 绝不能为了凑树而草率的拜 宁可少拜 佛机要保持清洁 共相端直 供佛的食物要精心烹调 做到能食用的程度 现在有些人 拜佛时把没有烹调过的食材直接摆放上去 是对佛的不恭敬 供佛的时间也应该注意 尽量在中午以前 僧侣是过午不时的 供佛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供水果的时间与供养饭时是一样的 供养的东西不要放太久 要时常更换 防止腐败变坏污染佛堪 供养后的食物是可以吃的 地藏经说 父赐长者如是罪业众生 命中之后 卷属骨肉未修营斋资助业道 未斋实敬即营斋之次 米干菜叶不弃于地 乃至诸食未献佛僧物得先食 如有为食即不精勤 使命中人了不得力 如精勤护敬奉献佛僧 使命中人七分或一 事故长者言辅众生 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 命中之后设斋供养 致心勤恳 如是之人存亡获利 这说明饭时先要供养 供养以后自己也能吃 如果是纸画的佛像 可以把佛像精心装表 或是装在玻璃框里 既可以防止落上灰尘 还能防止非虫粪便的污染 陶瓷或木制的塑像 也要精心保护 小一些的可以放入玻璃佛刊 体积大的应该做宝盖罩上 并且不时地要擦拭 佛像上的尘土 读经时也要遵照规矩 展卷前必须洗手 漱口 擦拭桌子 衣服要整齐 仪态要严肃 与礼佛史无异 展卷如对活佛 收卷如在墓前 侵读佛经日夜不忘 能有非常殊胜的收获 佛经要多读 也要注意爱护 翻页时要用纸腹轻轻地翻 不要弄脏了或是折脚 需要做记号的时候 可以加书签 即使佛经残缺不全了 也不能烧毁遗弃 另外 有些人喜欢把经书放在卧室 睡眠前后都要读上几页 如果那样的话 睡觉时不要忘记用干净的布 把经书盖上 在供养僧时要注意 不能专挑高僧大德供养 要对一切僧侣生平等之心 普遍供养 这种广博的心态 能使人获得极大的功德 信众要对僧侣恭敬 凡是剃发 身皮袈裟者都是佛陀的弟子 在家的信徒看到了 一定要尊重 除了诵经 生病 剃发 工作的时候 见到出家人经过 要起立示礼 如果你听说出家人有什么过失 不要随便到处宣扬 这是佛陀在世时痛戒的行为 一定要谨慎 此外 师父们吩咐的事情要尽力办好 不可麻烦师父拿东西 带东西 比如现在佛法交流的机会比较多 有人知道师父要出国 就请师父帮忙 带外国的免税烟酒 化妆品之类的东西 这样做不仅不合体统 还很不合理 弘仪法师介绍的 敬三宝的方法 基本就是这些 在敬三宝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很多难题 不知如何处理 只要秉持一颗潜信的心 全心全意做好即可 不必过于拘泥于形式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那集我们要说的是 佛教简易的修持方法 佛教修行的方法 门类繁杂 信众们想要择一而修持 往往就如同进了货物丰富的商店 看得眼花缭乱 却不知如何下手 弘仪法师曾受 永春普祭祀信愿老法师邀请 讲解修持的方法 出乎大家意料 弘仪法师为大家介绍的 并非多么艰深的修行方式 而是人人能懂 人人可行的简易修持法 弘仪法师说 我以为 弹玄说庙虽然极为高尚 但与现在行持 终绝了不相设 所以今天我所讲的 且就常人现在极能实行的 约略说之 弘仪法师认为 那些高尚的弹玄说庙 并不适合所有人 向大家推荐玄庙的修持方法 好比让饥饿的人研究菜谱 菜谱上虽然全是让人目眩的山珍海味 终究不能冲击 还不如吃几个馒头大饼 食物虽粗糙 毕竟能当下入口解饿 解决实际的问题 弘仪法师劝解大家 入佛门者要深信因果 因果之法虽然是佛法入门的第一步 但是非常的重要 什么是因果呢 因好比种子 种在田地里将来能够长出果实 果好比果实 种子发芽 生长 渐渐地开花结果 所谓善恶终有报应 我们一生所作所为 有善有恶 报应分两种 桃梨种和荆棘种 桃梨种会长成桃梨 果实风雨干美 是善行的报答 荆棘种会长成不满利次的荆棘 是行恶式的报应 要想获得吉祥福德之好果 必须要厚执善因 努力改过千善 唯有如此才能消灾得福 如果常作恶因 凶获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简易修持法的第二步是 发菩提心 菩提二字是印度的梵语 翻译为绝 也就是成佛的意思 发着是发起 所谓的发菩提心 就是发起成佛的心 成佛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要想成佛 必须广修一切善行 要想做到彻底地广修一切善行 利益一切众生 要做到不着我相 所以发菩提心的人 应发大志心 大怨心 大悲心 发大志心 即要不着我相 此心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发的 要随缘随分 不能强求 发大怨心 即广修善行 发大悲心 是要救众生苦 简易修持法的第三步是 专修净土 既然已经发了菩提心 就应该努力地修持 但是佛所说的法门很多 深浅难易 种种不同 修持与在学校上学学习很类似 要选择适合个人的方法 如果修持的法门与根气不相契合的 用力多而收效少 唐与根气契合的 用力少而收效多 在末法时代 能与大多数众生的根气相契合的法门 说起来只有净土宗 因为泛泛修其他法门的 在这物浊恶世 无佛应现之时 很是困难 如果专修净土法门 则依佛大慈大悲之力 往生极乐世界 见佛文法 素正菩提 要容易得多 所以龙树菩萨曾说 前为难行道 后为易行道 前如陆路步行 后如水道成船 关于净土法门的书籍颇多 红衣法师向信众推荐了 出击净业指南 印光法师加盐路 印光法师文抄等 以此就可略知净土法门的门径 前面我们提到了末法时代 什么是末法时代呢 释迦牟尼佛注释的时代 称为正法时代 世尊涅槃之后 称为相法时代 此时只有佛的形象 在世间作为代表 相法时代之后 就是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佛教衰落 信仰佛教的人逐渐减少 修行的人更少 能修行 而且正圣道的人已经没有 到最后 纵然佛经存在 也没有人去信受奉行 佛法会被世间的邪说和物语所淹没 不过 佛教的末法思想 并不像基督教所说的 世界末日那么可怕 按照佛教的说法 只要人们互持三宝 维持惠命于不堕 就能有前景和希望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做红尘中的真菩萨 做红尘中的真菩萨 出家前 李淑桐是一代风流才子 才华 相貌 身份 财富 这些世人所向往的东西 他一样都不缺 他整日在上流社会 公愁交错之间 偏然犹豫 就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放弃 舒适的生活去出家 消息传出一片哗然 人们议论纷纷 一边好奇他出家的动机 一边感慨佛法的魅力 剔度出家 一度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 很多人都对佛法充满敬仰 但是却自认没有李淑桐 毅然决然顿入空门的勇气 只好对佛陀敬而远之 认为学佛就得出家 这实在是一种误会 红义法师曾亲口说 有的人 一学佛教想出家 似乎学佛非出家不可 不但是自己误会了 也把其他人都吓住 而不敢来学佛 这种思想 学佛就要出家 要不得 应该认识 出家不易 先做以良好在家居士 未法修学 自立立他 如真能发大心 修出家行 现身佛教 再来出家 这样自己既稳当 对社会也不会发生 不良的影响 学佛与出家 没有因果联系 只要真心向佛 无论你身处何处 都如在山寺古叉 心中无佛 身披袈裟 也仿若身在街头闹事 有这么一件事情 一位政客到寺庙上乡 结识了一位 整天待在寺庙中 诵经的小和尚 政客问 小师父 每天都待在这个黑暗的大殿里 念经诵佛 不枯燥吗 难道你不愿意到外面的世界去吗 刚刚皈依佛门的小和尚 不解地问 为什么呢 外面的世界多好啊 宽敞明亮 要什么有什么 有吃有喝 何必在这里做苦行僧呢 小和尚说 可我现在也很好啊 我每天一心向佛 佛祖赐我屋檐遮风挡雨 风不吹头 雨不打脸 还可以天天和师父交流得到的乐趣 政客问 可是你自由吗 小和尚沉默了 于是 政客把小和尚带出了寺庙 把他安排在了一处豪华奢密的人家住下 随后 政客忙于正午 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过了整整一年 政客忽然想起了小和尚 于是去看望他 他问小和尚 小师父 你过得还好吗 小和尚回答 我佛慈悲 我过得还好 那好 你能说说在这个精彩的世界里的感受吗 政客非常真诚地问 小和尚长叹一声说 哎 这里什么都好 我每天早上一醒来 看见满院的佛光普照 比起我以前的那个小寺庙好多了 只是这寺庙太大了 说话间 小和尚已经入定 小和尚亲近佛法 心中有佛 在不在寺庙 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差别 富贵人家的翡翠墙琉璃瓦 在他成澈的眼中闪烁的不是俗气的珠光宝气 而是灿烂瑰璃的佛光 这才是真正的学佛者应该有的心态 学佛不是为了把自己交给寺院 而是把自我交托给一种信仰 出家的功德很大 可是不能出家的也不必勉强 弘一法师认为 勉强出家却不能如法 还不如在家 只有真切发心 勤苦修行 为佛教牺牲自己 努力弘扬佛法 才不愧为出家 佛教徒要出家 不婚嫁 一方面是出于信仰方面的禁欲 一方面也为了托世界欲累 能专心一意地修行佛法 有许多的科学家 哲学家 也会为了学业立志独身 就是因为家庭的琐事牵绊 不能一心地投入工作 在家修行 也未必没有殊胜的成果 历史上 修成正果的在家人也有很多 佛经中的重要经典 《维摩节经》 就是维摩节居士 和文殊菩萨的对话记录 维摩节居士是费射离城的首富 他拥有丰裕的财产 成群的机械 华丽的房屋 但他却是为货真价实的得道者 维摩居士在与文殊菩萨的对话中强调 真正的佛法 看的是主观修养 看是否拥有清洁的心境 不一定要出家 过严格的修行生活 真正的菩萨行 是有资产 却横观无常 有妻窃 而常远离物欲淤泥 可见所谓出家还是在家 只是人为设置的界限 亲近佛的人求的是佛法 而不是求出家 通晓佛理才是学佛的目的 我国历史上也曾涌现出 诸多成就斐然的在家局势 比如李炳南 夏连居 黄念祖等老居士 虽然不曾出家 可他们身后的修为 让人由衷地赞叹 唐朝局使旁运 更是其中翘楚 他先后参访当时 著名的石头西迁禅师 和马祖道一禅师 并且在马祖的指导下开悟 后来西迅禅师问他 要现出家巷 还是维持在家巷 他回答 愿从所目 就是说他要随顺内心 希望的行事修行 就这样 唐韵终身献居士相 但这丝毫不影响 他的修持正量 因为他早已参透了色相 直接面对生命本身 知晓了生命的真意 我们经常提到的比丘 比丘尼 是什么意思呢 比丘 一般意义为启士 俗称和尚 满二十岁 受了巨族界的男子 称作比丘 比丘需要遵守的戒律 多达二百五十条 何谓比丘尼呢 比丘尼 又做比户尼 沙门尼 俗称尼姑 满二十岁 受了巨族界的女子 称作比丘尼 比丘尼需遵守的戒律 有五百条之多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智慧掌 菩提声 这集我们来说说 什么是三世夜暴 三世夜暴 行之花 与暴之果 我们来听这么一件事情 通过一个具体的示例 我们更容易了解 很久以前 有位修为深厚的老法师 他发心要建一座寺庙 于是就到一座城里去画园 老法师想 以诵经 修行 说法 来感化大众 与众生广结善缘 共成佛事 谁知道辛苦了三个多月 竟然没有人理会 一个走街串向卖水果的小孩子 看了 心里很难受 觉得老法师太辛苦了 慈悲之心油然而生 就把那天卖水果得来的钱 全部捐给了老法师 这街上的人听说 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子都知道 法心做功德 一个个心生惭愧 于是大家纷纷不失捐钱 一下子就把建庙的钱筹齐了 老法师十分感激这个小孩子 就对他说 孩子 你今天发善心做了大功德 便是我们佛寺的护法大德 将来你如果有什么困难 可要记得到寺里来找我呀 孩子听了法师的话 高高兴兴地点头答应 回家去了 谁知道一回去 就因为交不出卖水果的钱 被狠心的继母痛打一顿 赶出了家门 孩子找不到别的事情做 日日流浪街头 终于沦为乞丐 不但三餐不济 贫病交迫 而且头上生了蜡里 眼睛也看不见了 这时候连讨饭都艰难 真正是走投无路 忽然间想起老法师说过的话 顿觉觉处逢生 于是摸摸索索地往寺院行来 老法师是正得三明六通的高僧 知道小乞丐要到寺院来求援 于是就在当天晚上召集大家 交代说 明天有本寺的大护法要来 大家开山门 恭敬迎接 不可怠慢 可是第二天 一直等到傍晚 都不见有什么大护法来 老法师问 大护法来了没有 知科师傅回答说 并不见大护法光临 法师很严肃地说 难道今天什么人都没有来吗 什么人都没有啊 啊 只有一个盲眼的小乞丐罢了 他要进来 我怕坏了迎宾的大礼 给他几个饼 让他走了 老和尚一下子睁大眼睛 大喝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大护法 快请 快请 赶快把我们的大护法追回来 知科师傅非常吃惊 不知道师傅 为什么要这么重视一个小乞丐 于是赶紧领命下山去追 盲眼的孩子被迎进寺庙里 恭敬地招待 得到了细心的照顾 想不到忽然有一天夜里 他上厕所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掉进厕所 淹死了 消息一传开 众人哗然 这世上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 这个小孩子本来卖水果为生 日子还过得去 偏偏从做了那个功德以后 就走了厄运 先是被赶出家门 当了乞丐 接着眼睛又坏了 好不容易在寺里安顿下来 又掉到厕所淹死了 哎 这功德不做也罢了 老法师召集大家 开始说 这个小孩子依照过去生的夜报 应该要受三事苦 第一是 要受穷苦报 现腊里香 第二是 要忙而不见 第三是呢 何该是掉进厕所淹壁 可是因为他一念慈悲 发心做了大功德 所以将三事的罪业 提前缩短再一事受报 省去了二事的痛苦折磨 现在已经超生到天上了 因果具有深险 昭彰现前 怎么可以说无报无应呢 大家听了非常感慨 深深觉得三事因果的不可思议 所谓的三事夜报 就是从时间上来讲因果报应 分为现报 生报 后报 现报 是今生做善恶 今生受报 生报 是今生做善恶 次一生受报 后报 是今生做善恶 次二三生 乃至未来多生受报 我们用种植作物来比喻 现报 好比蔬菜 春天种 当年就能采收 生报 好比冬小麦 今年种 明年才能收获 这相当于生报 后报 好比种果树 现在种了 却要等很多年之后 才会开花结果 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抱怨 说 某某人送经礼佛 不识婚姓 平时还行善积德 却总是遇到倒霉的事情 某某人坏事都做尽 该千刀万寡 却福寿双全 何家安康 这哪还有什么天理 古济云 行藏虚实 自家之 祸福音游 更问谁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按照佛教的解释 这些就是因果的力量 今生积功行德 却没有福报 是因为过去的欠债太多 过去生的业长 还没有清长完 恶人暂时没有得到报应 是因为他过去生 所种的福田大 所积的功德 还没用完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五蕴 总括世间的万法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理说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五蕴是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 还曾经翻译成五音 什么是五蕴呢 弘一法师认为 世间万法无尽 想要研究高深哲理 以及正当人身观 要先与万法有整个的认识 有统一的概念 五蕴就是佛教用来总括世间万法的 所以研究五蕴 与研究一切万法 没有差别 蕴者蕴藏积聚也 五蕴亦称为五法聚 即五类之意 即是将一切精神物质之法 归纳于此五类中 一 色蕴 即物质的积聚 色蕴包含内色与外色 内色指 眼耳鼻舌身五根 即我们所依靠生活的身躯 外色指色 声 香 味 处 五 净 即我们所知的外境 色是有挚爱的 占有一定的空间 时间久了会变坏 色指一切物质 以及一切物质的活动现象 比如 木材是物质 它肯定是属于色韵 但是声音并非物质 是物质所振动的现象 故它也属于色韵 古代印度人把世间的物质 分为四种性质 称为四大 色是由四大种造 一切物质皆具四大种 所谓四大 即是地大 坚硬性质元素 水大 流动潮湿性质元素 火大 热暖性质元素 风大 轻浮流动性质元素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 此四大 是指物质的三态 以及热的能量 地大 指物质的固态 水大 指物质的液态 火大 是热的能量 风大 是物质的气态 所以四大并非指地 水 火 风 它是指物质的四种性质 只是用地 水 火 风 做代表罢了 经书上说 每一种物体都具有四大 比如说海水 它具有水大多 地大 火大 风大少 如果海水加热 它的火大就增加了 又比如说一块石头 地大多 水大 火大 风大少 如果石头冷的话 火大少 石头热的话 火大就多 二 兽运 兽运 这是领取纳兽之意 对于顺境与逆境的领纳感受 它可分为 身兽和心兽 身兽是由五根和五静所引起 它有苦 乐 不苦 不乐 三种感受 心兽由一根所引起 有忧 有喜 所以兽运有苦 乐 舍 忧 喜 五种性质 三 享运 心与所知静 只取形象 即使 看 听 接触东西时 会认定所对的静 有一定的相貌 然后为它安立名称 升起认识的心理 四 行运 行是造作之意 行运 是驱使心造作诸业 所造作的行为 有善 恶 无忌 三种心理 称为心所生法 又称为心所 五 食运 佛教对食运的解说 有大小成的区别 在此依据大成的分类来解说 食运分为八十 它又可分为三种类 一者为心 它集起诸法 并能生起种种的法 二者为意 我们有一种心念 它一直执着有一个我 称为意 三者为食 能够知觉外面境界的心 称为食 有时候 心意食 总称为心 也称为食运 食能够知道外境 所以是能知的心 因为由它带动其他的心念 以它为主 故称为心王 随它而生起的心念 称为心所 五蕴 五蕴 包含了色 受 想 行 食 这五种类的法 各个合为一己 都是因缘合合的 它们相续不断地生灭合合 佛陀为立根的众生说五蕴 智慧比较差的众生 佛陀则为他们演说十二处十八戒 什么是十二处呢 一眼处是外境的色法进来的门户 二耳处是指听觉能力或听觉器官 并不是指指看 并不是指从外面可以看到的耳朵 三 鼻处 是指嗅觉能力或嗅觉器官 并不是指从外面可以看到的鼻子 四 蛇处 指味觉能力或者味觉器官 并不是指从外面可以看到的舌头 5.深处 指感觉到冷暖、痛痒、色滑的触觉能力或触觉器官 它分布在身体皮肤的表面 6.益处 指知觉器官所有的知觉能力 与前五处的感觉能力或感觉器官相对 7.色处 有颜色与形状两种 广义的色是指全体物质 在这里则是指狭义的色 只限于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 8.牲畜 就是人与其他动物从生代出生 以及物质之间相互接触摩擦所生的声音 声音也区分为有意义和无意义两种 9.香处 分为好香、恶香、平等香、不平等香等 10.胃处 胃有碱、酸、苦、干、心、淡等等 心在今天来说指的不是一种味道 而是刺激 淡是指没有特别味道的意思 11.处处 即可被处的事物 所处的意思 12.法处 是与前面所说的异处相对应的法径 在佛教用语里的般若怎么理解呢 般若 12.一座波罗惹 全称波若波罗蜜多或波若波罗蜜 是佛教词语 以为智慧 这个智慧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聪明智慧 而是指动视彻听一切明了的无上智慧 为了跟普通的智慧相区别 一般用音译而不用异议 什么是十八戒呢 我们分三步来说 我们先来说内六根戒 一眼戒 二耳戒 三鼻戒 四舌戒 五身戒 六意戒 再来说外六尘戒 一色戒 二生戒 三香戒 四味戒 五触戒 六法戒 还有六十戒 一眼十戒 二耳十戒 三鼻十戒 四舌十戒 五身十戒 六意十戒 谢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哀痛喜乐 皆是苦 这集我们来说说苦 哀痛喜乐 皆是苦 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 师父拿出一个苦瓜对弟子们说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 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圣盒 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 放在圣桌上供养并朝拜它 弟子朝圣走过许多圣和圣殿 并依照师父的教言去做 回来以后 他们把苦瓜交给师父 师父叫他们把苦瓜煮熟 当做晚餐 晚餐的时候 师父吃了一口 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奇怪呀 泡过这么多圣水 浸过这么多圣殿 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 弟子们听了 好几位立刻开悟了 苦瓜的本质是苦的 不会因为圣水圣殿而改变 正如人生是苦的 即使是神仙圣人 也不能改变其苦的本质 生活的苦 与我们吃食物时 品尝到的苦味不同 在佛陀的原始教义当中 苦可以归为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愿增会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五蕴胜苦 拔累 按照弘一法师的看法 生命的存在 是有条件性的 一元的 这就决定了 人不可能活得很久 并且不能为所欲为 人会不断地产生 无从满足的欲望 但实际上 能满足这些欲望的东西 都是暂时的 无常的 这就决定了 人总会感到不满足和绝望 这便是本质上的苦 苦的根源在于无知 由于无知 人的贪欲便时时蒙动 一方面造成现实的痛苦 另一方面又留下作恶的诱因 使人堕入无尽的痛苦轮回之中 要想摆脱苦 只有通过宗教修持 对人生存在真相 有全面而透彻的了解 佛教把苦分为 苦苦 坏苦 行苦 三类 一 苦苦 苦苦是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 有生理上引起的 出生的痛苦 衰老的痛苦 病变的痛苦 死亡的痛苦 有社会环境引起的 亲爱的人不能厮守在一起的 爱别离苦 还有所求不能如愿的 求不得苦 冤家路窄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愿增会苦 五蕴身心不平衡的 五蕴赤胜苦 二 坏苦 坏苦是指我们通常快乐的感受 以佛法的智慧来看 我们所谓的快乐 并非真正的快乐 其实质也是痛苦的 比如 我们觉得某块蛋糕很美味 但是 如果给你一百个蛋糕 让你一天之内必须吃完 你还会觉得快乐吗 由此可见 我们的所谓快乐 是因为我们有了某种欲望之后 通过外境的刺激得到满足 心理上出现暂时的平衡 于是我们觉得快乐 然而 吃饭的实质并非快乐 倘若吃饭的实质是快乐的话 无论吃多少都应该觉得快乐 然而事实不然 当我们带着强烈的欲望吃蛋糕的时候 吃一个 两个 三个 感到快乐 吃到四个 五个 六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此时已经有原来的快乐 转变为痛苦了 吃饭是这样 这世间一切通过欲望得到的快乐 莫不如此 因为这种乐受能变坏 因此称为坏苦 三 行苦 行是千流变化的意思 世间一切都是无常变化 这乃是宇宙人生之规律 但世人不识这种规律 希望一切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都能如钻石般永恒 希望生命永恒 家庭永恒 婚姻永恒 事业永恒 人际关系永恒 爱情永恒 等等 事实上 世间没有一样永恒的东西 世事无常 美好的事物 往往就像昙花盛放 转瞬其事 行苦 是一切苦的根子 随过去的素叶 及烦恼的力量 牵着人的鼻子走 自己毫无自在 顾名为苦 如果认清了这个苦的本来面目 那么任凭谁说这三界再好 总是帝氏饭王的宝殿叫你去住 你也不会留恋 认识到行苦 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娑婆世界 坚定求生西方的心 我们来看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老太太 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寡妇 因此信佛 念佛很用功 她经常读地藏经 甚至抄了很多部手抄本 是一位非常用功的修行人 但是 那位老太太在临终前一个月左右 做了一个梦 梦见她年轻时死掉的丈夫 住在一幢很漂亮的花园洋房里 向她招手 她很高兴 按照佛教的观点 这个梦一做 对她往生西方就成了问题 过去她因为受了苦苦 丈夫死了 感到很苦 就念佛修行 但她认识不到坏苦 还是不能坚定地求往生西方 所以说 尽管知道苦苦是苦 却认不清坏苦 以为那是快乐 就会认为缩脱不全是苦 那么往生就会成为问题 即使认得坏苦 行苦还不能真正定解 还是会在往生之路上迷失方向 这里为大家讲解三个词语 什么是往生呢 佛教认为 通常人死后精神不灭 如果生前潜心修佛或者行善 则会根据工业决定将去哪里 生前行善 善中的人肉身死了 精神会前往极乐世界 达到另一层生的境界 所以称之为往生 什么是缩脱世界呢 缩脱是范语的音译 也意作所喝 缩和等等 意为堪忍 堪于忍受种种苦恼而不肯出离 是三恶五趣杂惠之所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空 无形无相的虚空 无形无相的虚空 清代中起 在安徽同城 当朝名臣张英的家里 和隔壁的邻居 都要起房造屋 为争地痞发生了争执 于是张老夫人便修书北京 要张英出面干预 张英看巴来信 立即写了一首诗 劝导老夫人 千里家书只为墙 再让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金油载 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母见书明里 立即把墙主动退后三尺 邻居见此情景深感惭愧 也马上把墙让后三尺 这样两家的院墙之间 就成了六尺宽的向导 成了有名的六尺像 张英的这首诗简单直白 深得空的真谓 世人无法破除迷障 都是因为解不得一个空字 这世上有什么能长久呢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吞吐占地不可为不多 最后依然化身为尘 一寸土地都带不走 空是大乘佛法最根本的原理 佛陀讲法说空 是要令众生破除迷障 是转凡入圣的关键所在 弘一法师认为 空大体上可分为两层含义 首先 世间诸法本来就是空性 一切诸法空无自性 不管有没有佛在人间传法救世 一切万法当体本空 诸法空性 是一切法之性 一切法之性即空性 有佛来人间诸法是空性 无佛来人间诸法也是空性 诸法空性不是佛的创造才有 大般若经说 一切法一性非二 当指诸法一性即是无性 诸法无性即是一性 如是诸法一性无性 无造无作 若菩萨摩赫萨能如实之 诸所有法一性无性 无造无作 则能远离一切执着 其次 佛陀所说的空是要破除众生虚妄执着 因为众生有执着的毛病 对一切世间诸法样样执着 所以会有生死轮回 慈悲的佛祖向众生宣扬空性之道 就是为了让众生去除对诸法的执着 一旦对世间诸法不执着 菩提自信就无数无负 光明自在 解脱自得 大般若经说 佛菩萨 十八佛不共法 三十七道品 六道 十八界 六度 十二因缘 四圣地 生死涅槃 烦恼菩提 有为无为 世间出世间 有漏无漏 如是一切明 皆是假力 为表诸意 施设诸明 古一切明皆非实有 于福一生 于中望直 菩萨方便善巧 教令远离 勿执着一切施设假明 明无实际 自信皆空故 空并不是指物体之外的空 也不是指物体灭了之后的空 换句话说 并不是离开一切现象 事物 而另外有一个空 而是当体即空 在前文中说到 五蕴皆空 我们以五蕴与空对照 来凸显空的真意 所谓色不亦空 没有生色利益贪恋 没有五欲尘老贪恋 就出离了凡夫的境界 而空不亦色 不入二乘涅槃而化度众生 即出二乘境界 是菩萨之道 色是一切有形有相的 有挚爱的实体 一切物质形态 空与之相对 是无形无相的虚空 放眼世界 我们所看到的天空 大地 河流 乌射 人畜 等等 所有一切的实体 都是色 色与空 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色存在于空里 空也存在于色里 所以说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与空 原本就是一体的 如果还不明白 色与空的这种关系 可以取一支玻璃杯 往杯子里面倒杯水 在倒水的过程中 水占据了杯中的空 你再把水倒掉 杯子里立即空了 那么当水存在于杯中的时候 还有没有空呢 当然有 只不过此时的空是合于水了 也就是合于色了 反过来说 正因有空的存在 杯中才能有水的体现 空是色存在的根本 简单地说 一切现象 事物都是因缘合合而生的 但它毕竟是没有实体的 也就是说 空是假和不实的意思 换句话说 就是一切现象 事物的生起 都是相待相对的 互存关系和条件 离开关系和条件 就不能生起 任何一个现象 事物 物质现象 虽然是因缘合合而生的 有相状 有公用 但是 它的相状和公用里面 没有长恒不变的 指挥它的主宰 所以说 是空 即所谓的 缘起 性空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学佛法者如何改过 佛子如何提高自我修养 火中红莲 处处香 佛子应该如何提高自我修养呢 1933年农历征运 红医法师在厦门庙室寺演讲 他说 今之旧礼新年 请观厦门全世之中 新气象充满 门户贴新春莲 着新衣 口言恭贺新喜 新年大吉等等 我等塑信佛法之人 当此万象更新时 亦应亦新乃可 我等所谓新者和 亦如常人贴新春莲 着新衣等 亦为新乎 曰 不然 我等所谓新者 乃是改过自新也 法师在新春之际 号召大家积极改过 有一个全新的自我 梳理出一个崭新的人生 旧壁难处 积极难改 改过人人需要 可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红衣法师结合自身经历 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改过自新的 方法简单易学 仅仅三步 一 学 多读佛学和儒学方面的书 红衣法师要人读佛学的书 我们理解 为什么还要读儒学的书呢 因为儒学书籍的很多观点 都合于佛法 说到玄说妙修正次第 自然是佛学书籍说的最为详尽 可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过于深奥了 至于持功敦品 处世接物等方法 虽然佛教书籍中也有说的 却不如儒学书籍讲述的通俗易懂 所以 适当读些儒书 对学习佛法是很有帮助的 多读佛书和儒书 能够知晓善恶的区别和改过谦善的方法 如果感到佛书和儒书数量太多 读不过来 而且理解起来不容易 可以先读一部隔眼连臂 红衣法师年幼的时候就读这本书 后来皈依了佛法 还是经常翻阅 并且认为这本书亲切而有味 二 醒 常常自我反省 既然已经通过读书 知道了什么是善恶 以及改过从善的方法 就要常常自省 自己的所作所为 时不时地问自己 我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 这句话该不该说 我这些行为是不是都带着恶意 如果认为做得不对 就要痛改前非 修行者应该实时洞察自己所处的位置 自我反省 韩国的僧人法顶禅师说 有次走进寺庙 看见禅房前的石阶上贴了一则帖子 照顾脚下 这是什么含义呢 意思就是指观察自己所站的位置 洞察所处当下的意思 在石阶上贴了这样的帖子 虽然也有请大家把鞋脱下之意 但那只是表面的含义 这句迅使 终究的目的 是提醒我们反思目前的处境 探究实相的意义 在人生路上行走 每迈出一步 身处的位置就发生变化 你的心灵是否跟得上自己急促的脚步呢 生活中要时时注意改过 最好每晚临睡之前 也能反思这一天的所作所为 洪一法师建议信徒写日记 把每天的所为所思记录下来 三 改 醒察以后 假若知道了自己的过失 就要全力改正 改过这件事情 是十分光明磊落的 足以表现伟大的人格 子贡曾经说过 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时焉 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人皆养之 法师鼓励信众用这些名言来自免 做人要狄狭荡会 日日更新自己 要勇于向昨天的自我宣战 如果坚持自己的陋习不肯放下 我执态中 何眼改过呢 只有不断地把过去不当的观念 不当的习气改正 才会有崭新的自我 崭新的人生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十条最应注意的 改过千善之事 十条最应注意的 改过千善之事 红衣法师多年来 一直专注于改过千善 经验颇多 法师亲自选出了十条 具有代表性的 往往不为人注意的事项 与信众宣讲 花眼睛中都是用十之数目 那是用十来表示无尽之意 法师选取十条 亦表示人之过时甚多 实无穷尽 一 虚心 普通人不解善恶 不畏因果 自己的错误尚不肯轻易承认 更何谈改过呢 古代的圣贤则不然 孔子曾说 五十以学艺 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五十岁年纪学习了易经 受益颇多 认为这样才能不再犯什么大错误了 孔子还说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是无忧也 这位圣贤说 知道怎么做符合道义 却不能改变自己 有缺点不能及时改正 这些都是我忧虑的呀 瞿博玉是当时的闲人 他派使者看望孔子 孔子问使者 夫子何为 对约 夫子欲挂其过而未能也 孔子问 瞿老夫子在干什么呢 使者回答 他老人家想减少自己的过错 却还没有能够做到 红衣法师感慨说 圣贤都能虚心至如此地步 我们又凭什么自满呢 二 慎毒 所谓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曾子说 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 其掩护 所谓慎毒 就是要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心灵是野马 一刻不细碗缰绳 就有放纵的危险 三 宽厚 造物主最为忌讳的 就是为人刻薄讨巧 古代贤人的处事 都以宽厚为准则 因为得到了世人的喜爱 上天对其也眷顾有加 四 吃亏 古人有种说法 我不是何等为君子 但看美是肯吃亏的便是 我不是何等为小人 但看美是好便宜的便是 吃亏是福 人与人相争 互相诋毁 多为利益 让小利而伯大义 是君子的智慧 古代有位贤人临终时 子孙请教仪训 这位仙人说 无他言 而等 只要学吃亏 五 寡言 红衣法师强调 寡言一条 是这十条中最为紧要的 或从口出 这是从古至今 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可是还是有无数的人 因为口舌而惹下灾祸 寡言 说之易 而做之难 少说话 尤其是要少说闲话 时刻警醒自己 口舌间吐出的不是句子 而是一颗颗 人际关系的定时炸弹 六 不说人过 古人说 时时检点自己且不暇 岂有功夫检点他人 孔子也说 功自厚 而脖则于人 这些都是红衣法师 时刻不敢忘记的 错误 人人都会犯 不要总用挑剔的目光 盯着别人 四处宣扬别人的过错 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好处 只能为你树立更多的敌人 让人对你的人品产生怀疑 宽容待人 严格待己 多发现自己的不是 少挑别人的刺 才能让日子过得平和 不生事端 七 不闻己过 子夏说 小人之过也必闻 弘以法师说 众生应该知道 闻过是非 是最可耻的事情 错了就是错了 要及时改正 耍小聪明 妄图掩饰过错 只会越描越黑 八 不负己过 不负己过 要是做事得罪了别人 要自我检讨 须发大惭愧 生大恐惧 全力改正错误 千万不能为了要自己的面子而隐忍不言 在错误面前选择沉默 面子是有了 却是在 自欺欺人 九 文棒不辩 怎样才能停息他人的诽谤呢 答案是 不去辩解 能吃小亏 才不至于吃大亏 编造谎言 诽谤你的人 居心不良 你越是极力辩解 他越是兴奋 制造出更多的谎言 污蔑你 攻击你 你要是保持沉默 什么都不予回应 他自己折腾一阵 自然没有了 胡编乱造的热情 红衣法师说 于三十年来屡次经验 深信此术语 真实不虚 十不称 称习罪不易除 人们总说 谁能没脾气呢 古贤云 二十年质疑怒字 尚未消磨得尽 即便如此 也要尽力地对付怒气 华言经理说 一念称心 能开百万帐门 称怒 实在是一件 令人畏惧的事情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用自尊增进自己的得业 用自尊增进自己的得业 人人都喜欢被他人尊重 那有多少人想过 要自己尊重自己呢 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就没有机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大家都是普通人 红衣法师教大家 尊重自己的第一步就是 让自己变得不普通 要时时想着 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人 做一个了不起的人 红衣法师举例说 比如你想做一位清静的高僧 就拿高僧的传记来读 看他们怎样做 你也怎样行 所谓笔记丈夫我义儿 又比如你想将来做一位大菩萨 那么就按照经书中记载的菩萨性去做 这就是自尊 自尊固然好 切勿不要把自尊与骄傲搞混淆 骄傲是望自尊大 目空一切的 而自尊是自己增进自己的得业 其中并没有一丝一毫 看不起人的意思 同样是一颗肯定自我的心灵 你在尊重自我的时候 尊重他人 就能使自己进步 积攒善缘 若是只知道尊崇自我 目空一切 就背离了自尊的真意 所以 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的信众 对自我的要求都要严格 有些人想 我年轻岁数小 偶尔随便些没关系 甚至寺庙中的一些年轻的小师傅 也会认为 我只是一个平常的出家人 并不敢希望做高僧 做大菩萨 这样的想法非常危险 没有一个做人的目标 做事就会随随便便 甚至自暴自弃 走到堕落的路上去了 做人一定要志气高 这与年龄身份等等都没有关系 凡事全在自己做去 能有高尚的志向 没有做不到的 就说六祖会能 从前只是一位火头僧 每天的任务就是在厨房充米 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放弃钻研佛法的心 严格要求自己 试试聆听佛法的教诲 悉心揣摩佛法的真意 正是因为 六祖没有因为自己只能充米 而轻视自己 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位学僧的位置 来要求自己 所以才能在五祖的传位试炼中 写下千古流传的 菩提本无数的妓子 当代名僧正眼法师 慧根非凡德行深厚 他创办的慈祭会 让成千上万的人走出痛苦 得到救助 谁能想到 最早正眼法师连出家都无门呢 正眼法师俗名景云 出生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富裕的家庭 从小非常懂事 孝顺 十五岁的时候 法师的母亲因为胃穿孔需要开刀 那个时候医学还不够发达 开刀非常危险 所以法师向天助导并且发愿 愿减少自己十二年的寿命 如素为母亲增寿祈福 也许是孝心感动了神佛 母亲的病奇迹似的不必开刀 服药而痊愈了 又过了几年 正眼法师的父亲因为脑中风突然去世 给他很大的打击 探索父亲的去处是促成他接触佛法的因缘 父亲早逝 母亲多病 使年轻的正眼法师对人生充满了困惑 又由个人家庭的痛苦 想到众生的痛苦 几度想要离家泣俗都被拒绝 法师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用出家僧人的仪轨 严格地要求自己 一边修行 一边在台北 台中 台东 四处挂单 最后在花莲县秀林乡下的一间小庙 浦明寺 安住下来 1962年的秋天 法师25岁 仍然没有剃度的师父 法师毅然自行落发 静静地踏上僧侣修行的生涯 1963年2月 正眼法师 只身到台北市林祭寺 准备受戒 却因为没有剃度师父 而无法报名 戒场报名截止前一个小时 由于之前到会日讲堂 请购太虚大师全集的姻缘 巧遇应顺道师 非常惊喜 并以一颗谦卑恭敬 姑且一世的心 请求拜师 想不到静获得导师的应允 正眼法师喜出望外 由于时间紧迫 殷顺道师 在简单的皈依仪式中 对正眼法师开始说 你我因缘殊胜 我看时间来不及了 但是既然出家了 你要时时刻刻 为佛教为众生啊 并且马上为他取了法名 正眼自会章 行了简单的皈依礼 追求佛理 却屡次不能出家 如果是信仰不坚定者 恐怕早已放弃 正眼法师呢 并没有因为那一次次的拒绝而气馁 他始终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终于得到了应顺道师的认同 在这让人感动的坚持中 他淬炼了心灵 积累了得业 让佛法之怜 如愿地在生命中盛开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且时时地持戒 佛陀与菩提树下得到正果后 与罗越奇国弘法教化 后来又前往社卫国度化众生 深得波斯匿网与百官的敬仰 当时国内有位大商主名叫波利 他带领五百位商人出海寻宝 正当船只行驶于一望无际的大海时 海神突然现身于众人之前 波利向海神讲授佛法 得到了海神馈赠的一副相应 波利回到社卫国 想到这么稀有珍贵的相应 绝不是自己这种平民百姓 所适合佩戴的 于是前往皇宫 将这宝物献给波斯匿网 国王非常欢喜 马上派人去请诸位夫人出来 并且说将把相应赏赐 给当中最美丽的一位 消息传达以后 宫里的每一位夫人 无不及尽全力 把自己装扮得美艳动人 希望自己会是得到相应的幸运者 唯独莫里夫人不见踪影 国王询问侍者 侍者回答说 今天是十五日 夫人正在持守八观斋戒 因为身着素服 没有装扮 所以没有来 国王听了很不高兴 派侍者转告莫里夫人 难道你今天持斋受戒 就可以违抗国王之命不出来吗 就这样 传达了三次亡命之后 莫里夫人终于出现在众人之前 她质朴的衣着 没有添加任何装饰 肃静的面容上 没有一丁点的脂粉 全身却散发着耀眼的光彩 比平常更加庄严 国王见了非常惊讶 心存敬意地问 是什么样的修为 让你看起来如此与众不同呢 夫人回答说 我想到自己累劫以来 少修福德 情深业重 会垢堆积如山 况且人命短促 若不精勤修行 稍有不慎 便会堕入三途恶道 所以志诚发心 每月十五日持守斋戒 割舍世间种种贪爱 遵从佛陀教法 希望世事皆能蒙受法义 增长福德 国王看到修行 让夫人如此美丽 深感佛法的力量身大 于是决定将香樱 送给莫里夫人 夫人拒绝了 并提议将香樱 敬献给佛陀 波斯尼王一行人来到京社 向佛陀制成鼎礼 诚恳地奉上了香樱 世尊接受了国王的供养 说寄予云 多作宝华 节步摇起 逛积德乡 所生转好 起草芳华 不逆风勋 尽道孵开 得人逼香 沾谈多香 清莲芳华 岁月是真 不如戒香 化香气微 不可谓真 持戒之香 道天殊胜 戒具成就 行物放逸 佛陀告诉波斯尼王 摘戒的福德广大长久 能够使人得到好的名声 与大众的敬爱 即使有人将遍布天下十六大国的珍宝 拿来布施修福 所得的福报 也不及莫里夫人一日一夜 持守斋戒的功德 与莫里夫人的福德相比 须弥山不过如一粒豆子罢了 所以斋戒是福慧双修之法 可以解脱烦恼 正得涅槃 不是世间福报 可以比拟 莫里夫人一日一夜 持戒的功德 竟然能使须弥山 相形见处 持戒对佛教徒的意义 可见一斑 佛经中有一种说法 佛在世以佛为师 佛不在世以戒为师 戒是如来的法杖 是解脱生死的根本 戒在梵语有两个说法 一是疲倪 净行意 二是莫差 解脱意 疲倪是因 莫差是果 因为有了净行 而有解脱 在阴上是极言的约束 是不自由 可是果位 是得大自由 所以最低的限度 也要能持五戒 众生畏惧英国 就是因为大家疏于自律 如犯法入狱的罪犯一样 在最大的自由来临之前 追求了不该有的自由 反而使自己身陷困境 一般人总以为受戒 是增加束缚 所以有人说 何必受戒 自找束缚 其实 凡是遭受牢狱之灾 失去自由的人 基本上都是由于触犯了五戒 比如 贪污 窃盗 勒索 抢劫 是犯了偷盗戒 杀人 毁容 伤害 是犯了杀生戒 强奸 嫖妓 重婚 是犯了邪淫戒 毁谤 背信 伪证 恐吓 是犯了妄语戒 贩毒 吸毒 蕴毒 吸烟 喝酒 等 是犯了饮酒戒 所以 受戒 某种程度上说 与守法同意 能够受持五戒 真实认识五戒 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因此 戒的真意是自由 而非束缚 弘一法师曾无奈地说 现在受戒的人虽多 只是挂个名而已 切切实实能持戒的 却很少 要知道 受戒之后 若不持戒 所犯的罪要倍增于不受戒的人 所以 弘一法师时常劝人 不要随便受戒 即使受戒 也要随自己的力量去受戒 万不可敷衍门面 自寻苦恼 戒中最重要的 想而易见是杀 盗 盈 忘 此外 饮酒 吃肉 也容易惹人畸贤 抽烟在律中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在我国习惯上 也很容易受人畸贤的 所以尽量不愁为妙 一般怕受戒的人 都是因为怕犯戒 其实大可不必 戒中有开源一说 五戒里面 饮酒这一条戒 开源最多 如果是自己嗜好饮酒 属于犯戒 什么情况下 饮酒不属于犯戒呢 最常见的是生病吃药 中药里面有很多药 是用酒做药饮 这不属于犯戒 这是开源 无论出家在家 七十岁以上的人 身体相对衰弱 血液循环变得缓慢 佛准许开戒 偶尔需要少量饮用 这是当药用 帮助血液循环 开源 是身体有需要 还有做菜的时候 要放酒来调味道 不是破戒 要知道 佛制定不饮酒戒 真正用意是 防止喝醉了 犯杀盗淫妄 所以酒这一条戒叫 遮醉 是预防措施 不像杀盗淫妄 是性罪 性质不同 要对这些都不懂 就没有办法持戒了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佛陀经常参加劳动 很多人以为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一定是有衣波师 适者师 常常跟在身边 佛自己什么也不做 其实不是这样 佛陀经常参加劳动 而且事无巨细 亲自动手 佛经里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次 佛和阿南出外游历 在路上 碰到一个喝醉了酒的弟子 酒时吐了一身 已醉得不省人事了 气味难闻 过路人都绕着他走 佛和阿南一个抬脚 一个抬头 一直把这位弟子抬到井边 用桶挤水把它清洗干净 佛看到门上木头做得横煤坏了 并没有呼吓弟子去修理 而是自己找来工具 亲自动手修补 还有一次 一个弟子患了重病 没有人照顾 一个人在床上辗转身影 佛就问他 你生了病 为什么没人照顾你呢 那个弟子说 从前人家有病 我不曾发心去照顾 现在我有病 所以人家也不会来照管我了 佛听了这话 就说 人家不来照顾你 那就由我来照顾你吧 于是 佛把生病弟子的 包括大小便等种种的污秽 清洗得干干净净 还把他的床铺 整理得平平盏盏 舒舒服服 然后扶他上床休息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佛是经常参加劳动的 由此可见一斑 红一法师说 劳动原是人类本分上的事 不为我们寻常出家人要劳动 即使到了佛的地位 也要常常劳动才行 我们的身体 有双手双脚 这都是为劳动而生的 有手有脚而不劳动 岂不是辜负了手脚存在的意义吗 对身体健康也不利 大家都知道 经常劳动 勤于锻炼 身体更加健康 须知 懒惰毁掉的不仅仅是你的健康 还会湮灭潜藏在生活中的佛礼 百丈禅师带领弟子聚集在一个道场里 过着很有规律的集体生活 他们参加农业生产 即在山坡上开垦荒地 种谷栽树 在劳动生产中实践宗门生活 有一个词语叫 泼物 那时领导这种生产劳动的 就是领众行道 所以 绝不是劳动与行道分开的 僧侣的生活 艰苦淡薄 精神却脉意超脱 他们自己形容这种生活叫 一鹤怀育 他们在劳动生活中实践真理 充满着愉悦的禅意 过着日日是好日的生活 佛祖常常劳动 僧侣们常常劳动 城市中的人有什么理由拒绝劳动呢 弘一法师开始说 我盼望诸位 也当以佛为模范 凡事自己动手去做 不可依赖别人 感谢收听 我们进入下集 区区扫地 都能获得五种功德 积来吃饭困来眠 生活禅 区区扫地 都能获得五种功德 积来吃饭困来眠 我们来说说生活禅 居士在家修行 往往以客颂 做禅为主 弘一法师开始在家居时说 佛法无处不在 不一定非要去念经修行 即使是扫地刷碗 这类的普通家务 全心去做 专心做好 也能有殊胜的功德 佛经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世尊在几孤独园修行时 有一天 见到地上不干净 就拿起一把扫帚扫地 舍利子 大木剑莲 大家舍 阿南陀等弟子 看见佛自己扫地 急忙赶过来帮忙 于是 世尊和弟子们一起 把地打扫干净 世尊开始说 扫地可以获得五种最胜利益 一是自心得清净 二是他人得清净心 三领诸天欢喜 四是种下正业之音 五是此生结束后 生往天上 大家颇感意外 这区区一个扫地 能有如此广大的功德吗 扫地 尤其是如法扫地 暗藏着深刻的佛理 前嫌甚至以扫地 作为修行的方式 十八罗汉中 第十六尊 诸徒半托家尊者 就是通过扫地开悟的 诸徒半托家尊者 是罗汉中神通最大的 甚至还几次救过佛陀的性命 一次 佛被外道加害 魔王把山押过来 诸徒半托家尊者 在后面一指就把山推开了 拥有如此神通的尊者 其实 幼年时却是一个非常愚笨的孩子 诸徒半托家尊者 愚笨到了让人无可奈何的程度 老师教他念西达摩 教他西达 他忘了摩 教摩的时候 他又忘了前面的西达 老师对诸徒半托家的父母说 去教很多其他的婆罗门人家的孩子 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一个学生身上 诸徒半托家的父母 只好把他送到一位废陀教师那里 在那里 老师又教他念奥马普几个字母 他也学不会 老师非常恼火 对他的父母说 你的孩子学什么都记不住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诸徒半托家有位哥哥半托家 很聪明 而且博学有理 机缘之下 兄弟二人遇到一些佛陀的弟子 不久 哥哥就出家为比丘 诸徒半托家呢 被认为太笨 不适于出家 只好独自生活在附近的一个地方 有一天 哥哥半托家和其他的人 结伴到士罗法西底城 去朝拜释迦牟尼佛 很多人都跟去看热闹 诸徒半托家也混在人群里 恰好被哥哥看见 于是哥哥就问他 你现在以什么为生呢 诸徒半托家回答 无以为生 生活异常艰难 哥哥又问 那你想出家为僧吗 像我这样的愚笨之人 如何能渴望加入殊胜的佛陀僧团呢 我甚至连最简单的寄送也寄不住 每个人都知道我愚笨无比 诸徒半托家既惊奇又沮丧地问 哥哥对他说 西学佛法不分高低种性 贵贱和智力高下 最重要的是遵循佛陀原教义 并付诸实践 如果你真心诚意地想成为僧人 那么你就能够做到 于是诸徒半托家很恭敬地来到佛陀和他的弟子阿南面前 全知的佛陀洞悉他谦卑和纯净的心 就在几孤独园要阿南尊者为他剃度出家 阿南教他一个祭语 诸恶莫作 使自己免于邪恶的思想 众善奉行 莫执自我 正念正知正命 则能免于伤害烦恼 这就是诸佛教士 三个月后 可怜的诸徒半托家仍然记不住这个简单的记字 而所有其他新出家的僧众 早就把整章的经典背熟了 就连当地的牧羊人 也都熟知这简单的记诵和好几个其他的记字 既然连博学多文的阿南都无法教会这愚笨的比丘 佛陀就亲自教他 佛陀要他勤快地打扫寺院来清除业障 同时要他边扫边念诵 思考扫帚二字 虽是极其简单的两个字 诸徒半托家依然是既前既后既后既前 因此非常苦恼 于是佛陀慈悲地告诉他 扫帚的意义就是去除成垢 想想看 你送扫帚二字的目的是什么呢 诸徒半托家依照佛陀的教导思考着 什么是成垢呢 灰图瓦力是成垢 什么是去除呢 去除就是清静 所以佛陀是在提醒我们 除了扫除外面的成垢外 还要去除心中的成垢 烦恼除尽 智慧自然就会开闲 诸徒半托家就这样 不断地崇律元真 最后一念相应会 手指扫帚透视幻想 而正得开悟 终于正得阿罗汉国 诸徒半托家的愚笨疏忽常人 连个简单的祭祀都不会背 可是仅仅因为专心扫地 却能成为神通第一的大罗汉 大制度论云 一心正念 速得道果 只要我们安住正念 即使看起来极为平常的扫地 也能领悟到深刻曼妙的佛法 人人如果都能把心地扫 无名烦恼皆远离 世间皆成清静地 朵朵连花都能开在心地 正念之下的扫地 早已超出了普通劳作的意义 在修行者眼中 扫地与读经念咒一样 都是印证佛法的途径 佛法本就源于生活 所以在家修行的居士 切莫轻视生活中琐碎的劳动 只要用心去做好那些 看似平凡的事情 依然能够积累 殊胜的福德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吃素是为了增长慈悲心 吃素是为了增长慈悲心 在人们的印象里 佛教徒特别重视素食 甚至连一些学佛的人都以为 学佛就要吃素 这是一种误会 佛教虽然是最早提倡素食 但是最初佛陀时代并非素食 因为当时是靠沿途脱拨的方式起食 信徒给什么就吃什么 吃素并不是佛教的硬性的规定 日本西兰缅甸泰国和我国西藏内蒙古的佛教徒 无论是在家居时还是出家的僧侣 都是吃肉的 虽然学佛并不一定要吃素 但是吃素确实是中国佛教良好的德行 佛教不忍伤害众生的性命 不忍吃动物的血肉 这样的做法不但减少了杀生的业障 而且对人类苦痛的同情心会增长 弘一法师曾开始信中说 吃素并不是为了消极的戒杀 而是为了增长慈悲心 所以不要觉得不能吃素就不能学佛 学佛与吃素没有必然的关系 一些人学佛没有学到什么佛法 只学会了吃素 不但自己戒除婚心 连家人也不许吃 让家里人觉得不可理喻 弘一法师认为 学佛的人应该先了解佛教的道理 做事依照佛理去做 使自己的德性好 心里清静 家人看到你学佛以后 贪心淡、称惠博、对人慈爱 做事更负责任等等 能感觉到学佛对家庭、对社会的好处 自然就会对佛产生亲近感 这个时候你再在家中推广素食 家人接受起来就容易得多 世界上素食的人越来越多 素食者不一定基于宗教的信仰 有的人是为了环保 有的人是为了爱护生命 更多的人是出于健康的考虑 近代很多名人都倡导素食 近代天津最早的女教育家 吕碧成女士就曾撰写 素食者是真理之光一文 极力倡导素食的好处 国父孙中山先生 亦是极力地提倡素食 他谈到 服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 以为今日科学家 生理学家 医学家 所供认已 而中国人之素食 尤为适宜 吃素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素食者较少有酸性体质 吃素的人比吃荤的人 生病的几率要低 尤其是很少有患癌症的 吃素还有一个好处 往往被大家忽视 那就是精神饱满 耐力很强 比如动物中的鸽子 它只吃高粱 骨子这样的东西 但是飞行起来路途之远 令人咋舌 驴 牛 马 也是素食的动物 只吃草 偶尔吃些穀物 可是他们的体力 是虎抱狮狼 所不能及的 拉扯载祸 吃苦耐劳 堪称大力士 饮食清淡 还有异于 头脑清晰 神志清明 因为饮食习惯的关系 西方人比东方人吃素 吃得要少 以肉食居多 西方人一到四十岁左右 尽显老态 皮肤皱纹尽出 东方人三餐主要以蔬菜 水果 穀物为主 能延缓身体老化 保持青春活力 所以在西方人的眼里 东方人的年龄 往往是个谜 虽然现在很多人主观上 并不是出于慈悲心 才吃素 但是在客观上 确实减少了 对生灵的屠戮 素食是件好事情 学佛的人 更应该体倡 佛教饮食的禁忌 有哪些呢 我们来说说 佛教规定 出家人不能吃荤和兴 荤是指有恶臭和异味的蔬菜 如葱 蒜 韭菜 等等 各种动物的肉 都在禁忌之列 甚至连鸡蛋也不能吃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不要指望菩萨消灾去恶 不要指望菩萨消灾去恶 一个人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他去寺庙里 求观音菩萨帮助 虔诚的叩头以后 这个人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个人也在参拜 样子长得跟供台上的观音菩萨一模一样 此人非常吃惊 小心翼翼地问 您是观音菩萨吗 那个人答道 是 此人迷惑了 又问 那您自己为什么要求自己呢 观音菩萨答道 求人不如求己 看了这个故事 你可能觉得啼笑皆非 菩萨都不能消灾去恶 谁能来帮助人们走出厄运呢 你自己 按照佛教的说法 人们今世所受的灾难 困苦 都是定业的作用 所谓定业 是指难以消除的重大业力 释迦牟尼佛法力广大 但他仍然有三不能 其中一个就是 定业不能转 但是信众在读诵地藏本愿经的时候 会在经文后读到一个灭定业真言 按波勒莫领陀宁说哈 有人心生疑问 既然佛不能灭定业 为什么会有灭定业真言呢 弘一法师解答说 业之与报 皆是自心限量 心空 一切皆空 心假 一切皆假 心中 一切皆中 佛不能代替别人来灭业 佛与上帝不同 在天主教 基督教中 上帝决定一切 而在佛教中 佛不是决定一切的 佛所扮演的是教师的角色 佛陀告诉我们 生命的真相和修行的办法 要想获得救赎 还要亲自去修行 对于定业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有不同的说法 就小乘的说法来说 定业不可灭 但是就大乘来说 因为具有菩提心等方便 所以在一些特殊的办法 比如灭定业真言等加持下 可以消除定业 所以大小乘的主要差别是 是否具有菩提心 在具有菩提心的前提下 定业可灭 否则定业难转 只能减轻 但终当受报 大悲经里讲 所有世界是业所做 是业所化 一切众生是业所做 是业所化 业力所生 佛问梵天是否有此能力转变 梵天回答 没有 同样 佛也不能灭定业 很公平 公正 佛不以神通说服人 也不能以神通改变众生的业力 自己也得承受业力 佛自己曾经吃过九十天喂马的麦子 佛在过去生的时候 有一生曾为出家修外道的人 梵智带着五百个童子 在梵智山修道 那时也有佛在世 有一次 佛陀出去托波画园 因为道场有一位生病的比丘 不能出去画园 他就叫一个比丘 在斋主那儿 多起一份斋饭回来 给这位有病的比丘吃 当这个画园的比丘 拖着斋饭经过梵智山时 这位范智闻到了饭菜的香气 当即生出一种嫉妒心 便说 这些秃头和尚 怎么吃这么好的东西 他们只配吃喂马的麦子 他的弟子听师父这么说 也随声附和说 对的 他们应该吃喂马的麦子 这位范智在后来生 修行成佛了 即释迦牟尼佛 有一次 释迦牟尼佛带着五百个弟子 到一个国家去 节下安居 这个国王先是欢迎他来 可来到之后 又不供养这些和尚 这时 有一个喂马的马师 看见佛和五百弟子没有饭吃 于是 就用喂马的麦子 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和五百弟子 这五百弟子就是五百个罗汉 也就是过去跟着饭制修行的 五百童子 虽然都正果了 但是因为过去生 诽谤人家 这些秃头和尚 只配吃马麦 所以还要吃九十天喂马的麦子 将来就是修成了佛 也会像佛一样筹其素债 但可以重抱轻受 佛经中讲这些故事是一种视线 告诉我们 佛力大不过业力 所谓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只有真诚的忏悔 才能消除今世的罪业 而无始素债 是要靠佛教会的方法 去彻底消除的 不要以为 学佛了 有佛保佑 就可以做了措施 也不悲因果 而高枕无忧了 佛对世人的慈悲和关爱 是用无上的大智慧 告诉众人 筹还素债的方法 希望众人早成佛道 地藏菩萨说咒劝耻 就是帮助人们 减轻定业带来的痛苦 刚才我们说到业力 什么是业力呢 业力是组成因果关系的元素 业力是指个人过去 现在或将来的行为 所引发的结果的集合 业力的结果 会主导现在及将来的经历 个人的生命经历 及他人的遭遇 均是受自己的行为影响 业力也是主导轮回的因 所以业力不单是现实的结果 还会生生不息地 延伸至来世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在家修行更要自律 在家修行更要自律 佛法是严谨完备的 但是如果信中不严格地 恪守佛法的教诲 佛法就形同虚设 佛法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严习佛法要有坚定的决心 严格自律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让佛法的光辉 真正地照耀生活 修行佛法的成果如何 与一个人自觉自律的态度 有紧密的关联 但是大家都是凡夫俗子 一直不坚定之事 常有 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居士 深有体会 修行就好比长跑 跑着跑着累了 觉得腿沉得像灌了签 这时不由自主地就会停下来 休息一下 停下一分钟 就会想再休息两分钟 三分钟 一直不坚定的人就会就此放弃 其实 只要咬咬牙挺过去 也就坚持了下来 出发心的人 既受了三规一 应该继续受五戒 如果认为自己意识不能全部接受戒条 可以先接受四戒 三戒 甚至只接受一二戒 弘一法师开始说 在家居士 既文法有素 知字形检点 言字约束 不倒非礼 不敢轻率忘形 杀生 邪淫 大妄语 饮酒 这些戒条 一般信种能保持不犯戒 在社会上讨生活的人就不然了 酒不可避免要喝 肉少不了要吃 遇上讨价还价 假话不可避免的要说 包括邪淫之戒 也容易触犯 在五戒中 相对容易触犯的是偷盗 按照佛教的观点 无论是有盗取之心 还是有盗取之行为 都犯了偷盗的罪过 弘以法师教导信中说 非但银钱出入上 当言敬其心 即为而至于一草一木 寸直尺限 必须先向物主明白请求 得比允许 而后可以使用 不待许可而取用 不曾问明而煽动 皆有不予而取之心计 皆反盗取盗用之行为 皆皆盗罪 在五戒中 相对容易触犯的是偷盗 弘以法师自己就非常自虑 法师在光严寺时 李方远居士 曾经送来一只水仙头 他向寺里 要了一只瓷盆来装 后来法师移居南普陀山 专门骑走水仙头 并郑重其事地将瓷盆 交还给了寺院 在家修行的信众 看似不用清灯长卷 夜夜诵经 仿佛比出家的师父们 轻松许多 其实 在家的居士 面临更多的诱惑 更多的考验 所以更要自律 才能得到更多 更好的果报 刚才我们说到了五戒 什么是五戒呢 五戒是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五戒是佛门弟子的基本戒 不论出家在家 皆应遵守 受持五戒是尽行受受持 非一日一夜受持而已 五戒可以全部受持 也可以随分受持 在家居士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自己容易受持的 一戒 二戒 乃至三戒 四戒 精进受持 渐渐达到五戒圆满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西福就是珍惜 一粥一饭 西福就是珍惜一粥一饭 西一西食 非为西财源西福 求名求利 须知求己 胜求人 是红衣法师经常书写给信众的格言 西福之于法师并不仅仅挂在口头上 而是生活中的身体力行 读过红衣法师传记的人都会对法师的西福记忆深刻 红衣法师会如此西福 与他受印光大事的感染是分不开的 红衣法师在世的时候非常尊重印光法师 经常用印光法师的事迹来教育信众 印光法师的一生 与西福一事最为注意 衣、食、住等等 都是极简单粗陋 厉智精美 1924年 红衣法师到普陀山住了七天 得以每天从早到晚观察印光大事的作为 大师每天早晨只吃一大碗粥 连菜都没有 印光大师自己说 我刚到普陀时 每天早饭都有咸菜 因为我是北方人吃不习惯 所以就改成只吃白粥 已经三十年了 大师吃完饭 还用舌头舔碗 舔到非常干净为止 然后往碗里倒入开水涮涮 迪荡汤汁 用着汤水漱口随即咽下 唯恐浪费一丁点东西 吃午饭的时候 有白饭、大种菜各一碗 大师把饭菜都吃干净 又用开水涮碗 与早饭时一样 印光大师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对别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有来寺庙拜访的客人一起吃饭 如果发现谁饭后碗里剩了米粒 大师一定会大声斥责说 你有多么大的福气 竟如此糟蹋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如果客人把冷掉的茶倒掉 大师也会严肃地劝解 这个情景我们在传记片里 曾经讲过一次 这里再一次分享给大家 随着社会的进步 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 拥有的东西太多了 反而不知道珍惜 浪费成了下意识的恶行 当代僧侣也着力教化大家要惜福 一样的吃饭 一样的睡觉 有人食不下宴 睡不安稳 有人却感觉食物美味 睡眠香甜 学佛就是为了让人感受到 自己生活的美好 所谓开悟前时时难过 步步为奸 开悟以后日日是好日 处处通大道 开悟之后的生活 是精神重于物质的生活 是挣脱了物欲的牵绊 助于陈老五欲 但是却不被污染 追求无上理想世界的生活 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 滴水都是甘露 利米即是珍珠 珍惜一粥一饭 一是尊重农妇的劳动 一是珍惜了你今生在这红尘世界的幸福 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两个词语 慈悲 佛教里的慈悲是指什么呢 慈与悲在梵语中是两个词 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 与乐称为慈 同感其苦怜悯众生 并拔除其苦 拔苦称为悲 二者何称为慈悲 回向记 什么是回向记呢 记是记子的记 记语的记 回向有归笼和趋势的意思 就是要把念经念佛的功德 汇集到一个目的上去 修行的人 不论念经念佛 念完了 一定要把回向记念一遍 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僧侣为什么只穿布座的鞋 生活在十方丛林里的僧尼的服饰 与世人不一样 出家人的常见装束 就是简单的布衣 僧鞋 细心的信众会发现 常见的僧鞋有三种 盲鞋就是草鞋 罗汉鞋和僧鞋 罗汉鞋 其实就是用布条 按照盲鞋的样式制成 鞋尖部分用几层布缝成 鞋帮留有孔 僧鞋与老式圆口布鞋相仿 多为黄褐色 鞋尖部分布一根树的硬梁 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出家人穿皮鞋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皮革是杀生而取得的 一般是在牲畜刚刚被杀死的时候下手 趁着它还有体温 用刀划开口子 用手扒下皮 血淋淋惨不忍睹 牲畜虽已被杀 其实此时还没死透 仍有知觉 只是已经无力嘶含惨叫 无力去挣扎 皮工把瘦皮取下以后 洗干净血迹 剔除脂肪 用消炎溶液来浸皮 然后烘干 上色等等 最后制鞋的工厂 把它做成鞋子 这血淋淋的制作过程 一般人是见不到的 从慈悲心出发 红衣法师和友人们做过一件大功德 制作出版 《护生画集》 1928年 红衣法师在一次乘船的途中 见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里 十分可怜 于是便出资将鸭熟出 带回去养在庙中 后来他请风子凯居士为老鸭画像 收入《护生画集》第一册 在《护生画集》第一册中 红衣法师在索赋回像记里 指明了护生画的原则 即 以艺术做方便 人道主义为宗趣 斗力大的威光 亦足以照千年之暗示 法师希望 这些作品能唤醒人们心中的良善 使人性苏醒 《护生画集》里有一幅画作 名为刽子手 一指纳沸汤 浑身精欲裂 一针刺脊肉 遍体如刀割 于死向人哀 击死临刀气 哀气各分明 听者自不识 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杀死动物 取下他们的皮毛 包裹自己的身躯 双脚 割掉动物的血肉 填满自己的胃肠 仅仅为了自己能活得更好 就随意地去剥夺别的生命生存的机会 无疑是自私又残忍的 红衣法师开始信众 不管是否出于宗教信仰 都要少杀生 或是减少使用动物制品 要学习寺庙中的师父们 要时刻悲悯地面对这个世界 从小事做起 即使是区区的一双僧鞋 也不要忘记爱生命 护生命 让慈悲的光辉 照耀红尘 温暖世间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是一部倡导爱生敬仰思想的绘本 全套六集 诗画何必 图文并茂 为世人所称道 该书由封子凯作画 文字由红衣法师 叶公辍 朱又兰 于语书写 其创作时间历史四十六载 是佛教界 文艺界 诸位名家心血的结经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释放掌心的那朵莲 释放掌心的那朵莲 红衣法师的遗迹里这样写道 问于何事 阔尔望言 华之春满 天心月圆 剧作家赵大民 把这首记子 译成如山蓝般 沉浴流淌的诗句 不要问我去向何方 我的去处云海苍茫 只要春天的鲜花 在枝头绽放 那天空的明月 就涌放光芒 在红衣法师的眼里 欢喜悲憂 都不是流连于世间的理由 缘在何处 就流落至宇宙何方 只要有角月春花 就是安放心灵的地方 红衣法师的遗迹 充满了神秘性 我们来看一个贪字 贪婪的贪 贪 从贝 从金 贝 在古代曾经被当成钱币使用 是财富的象征 面对财宝 当下就急切地想得到 一个贪字 生动地描摹出了 世人对于欲望 无穷尽的追求 我们来观察 贪与贫 贫穷的贫 看起来非常的接近 贪婪的人眼中所见 心中所想 都是财物 至于是否自己应得 往往无心思考 贪求过多财富背后的隐患 更不会去辨识 贪取非益之财 即使能享受一时的富贵 也如南科春梦 转瞬即醒 更有甚者会身败名裂 或者是丢掉性命 所以 这贪婪带来的 又何止一个贫字呢 红衣法师 集录万情集 收录大宝基经 妇罗挪会中的句子 生死不断绝 贪欲事未顾 养愿入秋种 虚受诸辛苦 贪是贪爱 欲是欲望 是是嗜好 如果不放弃这些贪婪的念头 就不能离开这个缩婆世界 若不离开 如养冤家 一生修行 全落空 有这么一件事情 一位法师 一辈子做好事 积功德 盖妙语 讲经说法 他自己虽没有打坐修行 可是功德非常大 他的年纪很大了 一天看到两个小鬼来捉他 两个小鬼在阎王那里拿了鞠票 还戴了刑具手铐 法师说 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 你看 我出家一辈子 只做了功德 没有修持 你给我七天假 七天打坐修成功了 先度你们两个 那两个小鬼被他说动了 就答应了 于是这个老法师 以他平常的德行 一上坐 就万念放下了 三天以后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片光明 这两个小鬼呢 第七天来了 只看见一片光明 却找不到老法师了 哎呀 完了完了 上当了 这两个小鬼说 大和尚大和尚 你总要慈悲呀 你说要度我们两个 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交代呀 法师大定了 没有听见 两个小鬼就商量 怎么办呢 哎 只见在这一片光明里 还有一丝丝的黑影 嗯 有办法了 这个和尚还有一点不了道 这光里还有一点黑影 那就是不了之处 那个黑影是什么呢 因为这位老和尚功德大 皇帝聘他为国师 送给他一个紫金钵鱼和金铝袈裟 这个法师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很喜欢这个紫金钵鱼 连打坐也端在手上 万元放下 只有钵鱼还拿着 两个小鬼看出来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 指着一点瘫还在 于是两个小鬼就变成老鼠 去咬这个钵鱼 咔啦咔啦一通咬 老和尚动念了 一动念 光没有了 就陷出身来 两个小鬼立刻把手铐给和尚铐上 和尚很奇怪 以为自己没有得到 小鬼就说明经过 和尚听了 立刻把紫金钵鱼往地上一摔 说 好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见阳王吧 这一下 两个小鬼也开悟了 法师辛苦修行一生 却差点被一丝贪念害的 前功尽弃 重舵轮回 而摔破一只小小的紫金钵鱼 就如同砸碎了 纵骨穿身的锁链 使它得到了灵魂的自由 贪欲是一双贪婪的手 总是紧紧地攥着 做出攫取的姿势 贪婪地握紧双手 不但不能让你抓住想要的东西 还会把已有的财富 一时殆尽 在红衣法师的心中 生命中有诸多的美好 譬如 美好的道德 美丽的心性 美好的心情 一如连花般悠然绽放 青土芬芳 如果把手攥住 就像把花蕾攥在掌心里 花朵不能尽情地开放 这样的人生 是没有色香味的 苍白而无趣 松开紧扣的手指 让掌心朝向虚空 任阳光洒满手掌 让青风拂过指缝 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一刻 生命中种种的真 善 美 会重新得到释放 你掌心的那一支青莲 亦会重获生机 缓缓舒展开 芬芳的花瓣 接下来为大家解释 波鱼 波鱼又称波 是硬法器的意思 因为波鱼有体色量三法的规定 体质的是体质只准使用 瓦和铁这两样东西来制作 不得使用金 银 铜 琉璃 磨泥 白蜡 木 石等物 色说的是 除了黑 赤 灰三色以外 不准熏染其他的颜色 量规定了波鱼的容量 四分率说 大的波鱼可以盛放三斗 小的可以盛放半斗 当然这里所说的大小 和现在的大小是有区别的 波鱼还可以作为僧人受戒 所授予的法器 我们再来说说 晚情集 晚情集 是红衣法师在世的时候 手边常备的手抄本 里面抄录了佛家格言101条 隐藏着朴实而精深的禅礼 对做人做事相当有益处 晚情集说 源自李商隐的诗句 天意连幽草 人间种晚情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走出心中的干踏婆城 干踏婆城是幻化之城 也被用来指海事渗楼 诗法集药经说 世渗如彻垫 累干踏婆城 云合于他人 树生于喜怒 人生如闪电疏忽 就如同一座幻化的城市 似真实幻 既然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那么执着投入呢 红衣法师在晚情集中 极入此句 用以自行 所有的财富 美色 物语 纷争 都源于对人生不够透彻的认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干踏婆城 为了成为一座虚幻城池的城主 人们耗费心力 互相争斗 拼命攫取 不但得不到幸福 反而会与痛苦 比肩同行 唯有 看透人生虚幻的本质 放下那些不合理的欲望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和自由 一位信徒对墨仙禅师说 我的妻子非常吝啬 对于好事 亦才不舍 您能否到我家去向他开示 让他学会施舍 行些善事呢 墨仙禅师答应了信徒的请求 他来到信徒家中 信徒的妻子出来迎接 果然 这是一个非常吝啬的女人 招待客人 竟然连一杯茶水 都舍不得断出来 禅师握起一个拳头 对他说 夫人 我的手如果天天都是这样 您觉得如何 如果手天天这个样子 这是畸形啊 信徒的妻子回答 墨仙禅师笑了笑 把手张开 问道 假如天天这个样子呢 天天这个样子也是畸形 您说的不错 夫人 手总是握成拳头 或总是张开 都是畸形 同样的道理 对于钱财 只知道贪取 不知道布施 是畸形 只知道舍弃 不知道积攒 也是畸形 钱要能进 还可以量入为出啊 财富本来是好东西 这位夫人 勤俭持家没错 她错在 没有把自己手里的金钱 去换取生活的快乐 反而给自己 打造了一副黄金的枷锁 贪欲 会随着黄金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而痛苦 则会随着贪欲的增加而增加 上面说到的这个女人 她就被困在自己的干踏婆城里 如秋天的田鼠 拼命地收敛粮食 却完全忘记了 最初要积累财富的目的 金刚经有云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干踏婆城是幻象 并非真实 世间万法无常 如果执着于战友的欲望 就总会感觉不满足 心中充满痛苦 殊不知 这都是一场梦而已 弘一法师认为 生活的真谛 就是放下一切虚幻的障碍 放弃不合理的期许 要用清醒的生活态度 和自由的心智 去体验生活的意义 发现生活甜淡的美 不要盲目地去模仿别人 好好接纳自己 根据自身的条件 实现自己的目标 走出空患不实的干踏婆城 你会发现 真实的世界 天蓝 草绿 无比地轻松 自由 接下来为大家解释一个词语 干踏婆 干踏婆 这是一个音译 又做见踏婆 浅踏婆等 最早出现在印度神话中 是帝是天属下 执思雅跃的天神 善于弹琴 能演奏种种奇妙的雅跃 在佛教传说里 干踏婆是守护东方的神 其同时也是观音二十八部中之一 据经文记载 其形象为 顶上有八角观 身相为赤肉色 身如大牛王 左手指消敌 右手指宝剑 举大威力相 发际又厌蛮观 印度人将海市蜃楼称为 干踏婆 佛经中也常用干踏婆成 来形容诸法的 如幻如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将欲望变成真正的幸福 将欲望变成真正的幸福 幸福的要诀之一是 分享 有这么一件事情 智德禅师在寺庙的院子里种了一颗菊花 转眼三年过去 这年秋天 院子里开满了菊花 富裕的香气 随着风飘到了山下的乡村 到禅院来的村民和信徒们都对菊花赞不绝口 呀 好美的花啊 有一天 有一个人忍不住开口 向智德禅师讨要几颗菊花 种到自家的院子里 智德禅师答应了 而且亲自动手挑了几株 开得最盛 枝叶最粗的 挖出根须送给那个人 消息传开 前来要花的人络绎不绝 智德禅师 熠熠的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很快 禅院中的菊花就都被送出去了 一天傍晚 弟子们看着空空的院落 忍不住说 哎呀 真可惜 这里本来应该是满院飘香的呀 智德禅师微笑着说 嗯 可是你们想想 这样不是更好吗 因为三年之后 就会是满村的菊香四溢了 满村菊香 弟子们听师父这么一说 恍然大悟 智德禅师 本来只有一院子的菊花 只有这方寸之地的美 可当他把菊花分赠出去之后 这美丽芬芳 就向着更广阔的领域延展 原本 禅师只有在自己的禅院里 才能欣赏到芬芳美丽的菊花 现在呢 无论他走到村子的哪一条路 哪一户人家 都能看到菊花 闻到花香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在大家看来 智德禅师失去了一院子的菊花 可实际上呢 他得到的远远大于他所失去的 他得到了满村的菊香 我们应该把美好的事物和别人一起分享 分享是幸福的要诀之一 有时候你松开手掌 放开怀抱 生活会像你的臂弯里 塞入超乎你想象的财富和珍宝 我们常说舍得 有舍弃才能得到 东汉时期 有一个名叫甄宇的在朝的官吏 时任太学博士 他为人忠厚 欲使谦让 有一次 皇上把一群外藩进贡的活羊 赐给了在朝的官吏 美人一支 在分配活羊的时候 负责分羊的官吏犯了仇 这群羊大大小小肥瘦不均 怎么分群臣才没有意见呢 这时候大臣们纷纷地献计献策 有人说 把羊全杀掉吧 然后肥瘦搭配一人一份 也有人说 干脆抓揪分羊 好不好全凭运气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的时候 甄宇站出来了 他说 分支羊不是很简单吗 依我看 大家随便牵一只羊走 不就可以了吗 说着 他就牵了一只最瘦最小的羊走了 看到他牵了最瘦小的羊走 其他的大臣 也不好意思去牵最肥壮的羊 于是 大家都捡最小的羊牵 很快 羊就被牵光了 谁也没有怨言 后来 这件事情传到了光武帝的耳朵里 甄宇因此得到了 受羊博士的美誉 称颂朝野 不久 在群臣的推举下 甄宇又被提拔 从表面上看 甄宇牵走了受羊吃了亏 但是却得到了大家的拥戴 皇上的器重 这可是几十只几百只肥羊 也抵不上的丰厚的收益 弘一法师说 佛法从元启论的观点来看 认为利他方能自利 害人实际是在害己 敬人者 人敬之 爱人者 人爱之 损人者 人损之 欺人者 人欺之 所以我们应该做到自利利他 不可损人利己 甄宇的利人之举 最终让自己得利 利己和利他 看似处于对利的位置 其实不然 捍卫自己的利益 是人的天性 因为每一个生命 都有自己生存的 各种各样的需求 人的一切行为 都是为了满足这种种的需求 然而 我们不是孤立生活在世界上 我们种种的利己行为 在不知不觉中 都对他人产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做到利他 那么 我们其实也是在自利 须知 我们也是别人眼中的他人 如果人人都不管他人 而只管自己 那么我们自己呢 就成为了 人人都不会管的他人 如果大家都能分享 互助 那么你面前的路 一定能够走得 更加的顺畅 接下来为大家解释一个词语 福田一 什么是福田一呢 福田一就是袈裟 佛家 为基善行 可得福报 犹如播种田地 秋获其时 又因为袈裟的行制 好似田木稻齐 故得名 福田一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富贵人间梦 功名水上欧 这集我们要说的是 富贵人间梦 功名水上欧 富贵人间梦 功名水上欧 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高僧 是一座大寺庙的住持 因为自己年事已高 便想找一个合适的人 传位于他 这天他将两个得意的弟子 叫到面前 这两个弟子 一个叫惠明 一个叫陈元 高僧说 你们两个谁能凭自己的力量 从寺院后面悬崖的下面攀爬上来 我就把一波和西杖交给谁 惠明和陈元一同来到悬崖下 这是一面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 牙壁极其险峻 陡峭 身体健壮的惠明 信心百倍 马上开始攀爬 但是不一会儿 他就从上面滑了下来 惠明爬起来 重新开始 尽管他这一次小心翼翼 但没过多久 还是从上面滚落下来 惠明稍事休息后 又开始攀爬 尽管摔得鼻青脸肿 他也绝不放弃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惠明屡爬屡摔 最后一次 他拼尽全身之力 爬到一半时 气力已经用尽 又无处歇息 重重地摔到了一块大石头上 当场昏了过去 高僧赶紧安排人救治 将他抬回寺庙 陈元呢 他一开始也和惠明一样 竭尽全力地向崖顶爬去 结果也是屡爬屡摔 陈元紧握绳索 站在一块山石上面 他打算再试一次 这次 他没有再急于向上攀爬 而是冷静地打量着四周 忽然 他放下了用来攀爬的绳索 然后整了整衣衫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扭头向着山下走去 众僧十分不解 难道陈元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吗 大家议论纷纷 只有高僧默默地看着陈元离去的背影 陈元到了山下 沿着一条小溪流顺水而上 他越过山谷 穿过树林 最后没有费太大的力气 就到达了崖顶 当陈元重新站到高僧面前时 大家还以为高僧会痛骂他贪生怕死 胆小怯懦 甚至会将他逐出寺门 谁知高僧却微笑着宣布 陈元是新一任住持 众僧面面相去 不知所以 陈元解释说 寺后的悬崖 乃是人力不能攀登上去的 但是我发现了一条可以上山的路 师父经常对我们说 明者因静而变 智者随情而行 这就是教导我们 要知道身所蜕变啊 高僧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若为名利所有 心中则只有面前的悬崖绝壁 天不赦牢 而人自在心中见牢 在名利牢笼之内徒劳苦征 轻者苦恼伤心 重者伤身损枝 急重者粉身碎骨 然后高僧郑重地将一波西杖 传交给陈元 语重心长地说 攀爬悬崖 意在勘验你们的心境 能不入名利牢笼 心中无碍 顺天而行着 便是我重义之人 名与利 永远是人们追逐的目标 虽然大家都知道 富贵人间梦 功名水上欧 可是真正要人放弃 对名利的追求 如字断公骨 是难而又难的 很多人对于名利的追求 恐怕已经渗入骨髓 红衣法师在少年时 就已经写出 人生游似西山岳 富贵忠如草上霜的诗句 佛意十足 他自己也能真正做到 是名利如浮云 决然出家 出家 不过出的是家门 人仍在红尘之中 名和利 仍然如同夏日的藤蔓 伸出小而软的触手 纠缠不清 红衣法师出家后 极力避免陷入 名利的泥沼 自污其身 因此 从不轻易接受 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 他每到一处红法 都要先立三约 一不为人师 二不开欢迎会 三不要登报吹嘘 他很少跟在俗中人来往 尤其注意 不与官场的人士接触 法师在温州庆福寺 闭关静修时 温州道尹张宗祥 莫名前来拜访 能与道尹结交 很多人求之不得 红衣法师却拒不相见 无奈张宗祥 深目法师大名 非见不可 他甚至找到了 红衣法师的师父 纪山法师 纪山法师无奈 只好拿着张宗祥的名片 代为求情 红衣法师央告师父 甚至落泪 他说 师父慈悲 师父慈悲 弟子出家 非谋衣食 成为了生死大事 妻子一军抛弃 旷朋友祸 其婉言告以报病 不见客可也 道尹无奈 只好样样而去 一个人 特别是学佛的人 心 要像明月一样皎洁 像天空一样淡薄 才能做到 与人无争 与世无争 心安定了 才能专注于修行 红衣法师 研修律宗 最后能成为一代宗师 与他淡薄明丽的心境 是分不开的 慧中禅师 曾经开示 种弟子说 青藤 攀附树枝 爬上了寒松顶 白云 舒淡 洁白 出没于天空之中 世间万物 本来清闲 只是人们自己 在喧闹 忙碌 这世间的人 都在忙些什么呢 无外乎 明 利 两个字 万物自闲 全是因为 人们自己 在争名夺利 不入名利牢笼 才能专注于 眼前世 当下世 没有烦忧 达到洒脱的 精神境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灭一点称心 关百万帐门 有这么一件事情 金代禅师非常喜爱兰花 讲经说法之余 在庭院里栽培了几百盆兰花 视兰花为爱徒 有一次 禅师要外出云游 于是吩咐弟子们 好好地照顾兰花 弟子们对兰花 照顾得非常精心 可是有一天 一个弟子浇水的时候 不小心把花架绊倒了 所有的花盆都跌碎了 兰花凌乱了一地 那位弟子非常愧疚 决定等师父回来以后 认错 受罚 金代禅师回到寺里 看见蓝园里的残破景象 听了弟子真诚恳切地忏悔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心平气和地安慰弟子说 我之所以喜爱兰花 是为了用香花供佛 美化寺院 不是为了生气发怒而种植的 生死流转 物相无常 如果迷恋于心爱的事物 执着不能割舍 就不是禅者的行径了 金代禅师说他种兰花 不是为了生气发怒 而是为了供佛 美化寺院 话虽普通 却极为难得 因为这些话 是在他真爱的兰花 被童童砸烂的情况下 说出来的 想想看 在这种情况下 几个人能有法师的涵养和冷静 在有理由圣怒的时候 还这么淡定从容呢 供余法师说 称习罪不易除 顾贤云 二十年至于怒子 尚未消磨得尽 但我等亦不可 不尽力对峙也 称怒之火 是非常厉害的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 立身为人的原则 一旦别人冒犯了自己 往往会怒不可遏 火冒酸胀 最终被心中怒火 冲昏了头脑 不但伤害了别人 也伤害了自己 称怒之火 猛于虎狼 在平和的生活中 撕咬我们甜淡的内心 于安然的日子里 消失我们宝贵的快乐 所以 佛会把称和贪吃 同列为人生三读 华言精云 一念称心 能开百万账门 可不畏在 古早时候的人们 会为了缺衣少食 而感觉痛苦 而现在呢 生活中让我们不快乐的 往往只有自己 愚蠢的人会深陷怒火 不能自拔 而聪慧的人 会巧妙地化解 不让趁怒之火 烧伤自己 有一位妇人 经常为一些 琐碎的小事生气 她也知道这样不好 于是便去求一位高僧 为自己谈禅说道 开阔心胸 高僧听了她的讲述 一眼不发 把她领到一座禅房中 锁门而去 妇人气得跳脚大骂 骂了许久 高僧也不理会 妇人转而开始哀求 高僧仍然不听 妇人终于沉默了 高僧来到门外 问她 你还生气吗 妇人说 我只为我自己生气 我怎么会来到 这个地方受罪呢 连自己都不能原谅的人 怎么能心如止水呢 高僧拂袖而去 过了很久 高僧又来了 问她 还生气吗 不生气了 妇人说 为什么不生气呢 生气也没办法呀 你的气并没有消 还压在心里 爆发后将会更加剧烈 高僧说完又离开了 等高僧第三次来到门前的时候 妇人说 我不生气了 因为不值得生气 高僧笑着说 还知道不值得 可见心里还有衡量的标准 还是有气根呢 又过了很久 当高僧的身影 映衬着夕阳 站在门口时 妇人问她 大师 什么是气 高僧将手中的茶水 倾洒到地上 妇人 突然有所感悟 于是 叩谢而去 这位妇人 之前总以为 称怒是多么难以克制的事情 殊不知 怒气 因势而生 因静而发 只要用一颗宽容豁达的心 去面对世间的人和事 那么 生活中就会除去很多的烦恼 将怒火 消灭于无形 其实很多时候 发怒对于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是火上浇油 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换一种淡定的心态 去解决问题 反而能收到更好的成效 红衣法师 很早就知道 远离愤怒 保持平和的道理 他为人一向温和 很多老师都为学生上课不守纪律 而感到头痛 甚至为此 对学生恶语相向 红衣法师 在教音乐课的时候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学生们上课 偶有出格之举 比如有一个学生上音乐课时 不唱歌 而看别的书 还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 土坛在地板上 这两位以为李先生没看见 其实老师都知道 但是他并不立刻责备 下课以后 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 郑重地说 某某 你等一等再出去 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 教室里救他们师生二人 李淑彤会再次用他那轻而严肃的声音 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 下次上课的时候 不要看别的书 或者是 下次不要把谈吐在地板上 说完之后 他还会微微地拘一躬 表示 我说完了 你可以出去了 就这样和风细雨 然而被教育的学生 无不心悦诚服 面上发红 对于学生上课出格的行为 红衣法师并没有发怒 而是在课后找学生心平气和的沟通 而且这招还确实挺管用的 比在课堂上发作 效果好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个词语 无明 什么是无明呢 无明为烦恼之别称 即不通达真理 与不能明白理解事项或道理之精神状态 以及不达 不解 不了 而以愚痴为其自相 泛指无智 愚昧 特指不解佛教道理之世俗认识 为十二因缘之一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远离称怒 退步 向前 远离称怒 退步 向前 世界 世界是不圆满的 不圆满就会有不如意 不如意 就会有乳 在佛家看来 一切不如意 就是乳 一切痛苦 就是乳 唯有能够忍辱的人 才能远离痛苦 人 受辱 受辱的通常后果是什么呢 是 称心 称 是一切 逆境上发生的 增惠心 为恶业的根本 当一个人的称恨心出现的时候 他的无名怒火 就会把自己烧得心焦如焚 做礼不安 口中说出的话 做出的事 都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子 狠狠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红衣法师在晚情集中记录 称惠之害 则破诸善法 坏好明文 今世后世 人不喜见 细心的人会发现 晚情集里 很多内容都是针对称的 红衣法师在红法的过程中 最常遇到的问题 也是如何克制称怒 治疗称恨心的良药是 忍辱 金刚经有云 一切法形成于忍 无忍辱 则不失持戒 均不能成就 可见忍辱的重要性 忍耐并不难 既然不能轻易地忍辱 就把乳拿回去 慢慢地研究研究 看看这个乳到底是什么东西 很多时候 在你想探究乳的真相的时候 你根本就找不到乳了 忍辱不仅能改善人际关系 使人和人之间减少摩擦 还能提升人生的境界 忍辱远离称恨 退步 助你向前 在龙虎寺里 有一位擅长描绘单轻的学僧 他在院墙上画了一幅画 表现龙争虎斗的场面 画好之后几次修改 总是觉得哪里不对 又哪里不满意 于是学僧请来吴德禅师评鉴 吴德禅师看后说 龙和虎的外形画得不错 但是没有把握住龙与虎的特性 龙在攻击之前 头必须向后退缩 虎向上扑时 头必然向下压低 龙头向后的曲度愈大 虎头愈贴近地面 他们也就能冲得更快 跳得更高 一语点破 学僧听了恍然大悟 吴德禅师戒记开始说 为人处事 参禅修道的道理 也是一样的 退一步才能冲得更远 千功的反省 才能爬得更高 有学僧不解地问 退步的人怎么能向前呢 谦卑的人又怎么能更高呢 吴德禅师说 你们且听我这首禅师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身心清静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诸人者能会议吗 学僧们听后 君有醒悟 吴德禅师通过讲解龙虎的姿态 向弟子们揭示了 进退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龙头后驱是为了有更大的向前攻击的力量 虎头贴地是为了跳起来更加威猛有力 一时的忍耐并不意味着软弱退让 反而是叙事待发 酝酿更为有力的行动 忍辱是聪慧者的前进的力气 却是愚蠢者自焚的烈焰 所谓退步原来是向前 即是我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 遇到不开心的屈辱的事情 后退几步给自己转环的余地 也让自己与当下的痛苦拉开距离 不让沉怒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个词语 修行 什么是修行呢 所谓修行 简单地说 就是修正自己身体 语言 行为的偏差 彻底改变自己的习气 让自己做一个有理性 有智慧的人 改变自己面对环境的心态 有的人认为 吃素念经 礼佛拜颤 做慈善 就叫修行 其实这是一种比较片面的误解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人间毁誉 耳畔清风 人间毁誉 耳畔清风 把人间的毁誉 当作耳畔的清风吹过 忍字头上一把刀 受谩骂难忍 受侮辱难忍 被误解难忍 世人最多承受几句谩骂 就到了隐忍的极限 很多高僧大德 却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有一位乐传禅师 他不仅是一位有名的禅师 而且是一位单亲高手 他的画气势磅礴 但是他的画作要价很高 并且他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先收钱再做画 有一天 一位女子请乐传禅师 到自己家里去作画 禅师问 你能付多少酬劳 女子说 你要多少就付多少 但是要在我家当众作画 乐传禅师答应跟着前去 原来那女子家中 正在宴请宾客 乐传禅师当众作画之后 拿了酬劳正想离开 那个女子却对客人说 这位画师画虽好 但是处处透着金钱的俗气 这种画师不值得挂在厅堂里的 说着又把自己的一条裙子脱下来 当众要乐传禅师在上面作画 乐传禅师不动声色地问 你能出多少钱 女子答道 随便你要多少 乐传禅师点点头 报了一个高价 然后平心静气地在那个女子的裙子上 做起画来 画完之后拿了酬劳 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大家听闻此事非常不解 乐传禅师衣食无忧 为什么如此看重金钱呢 只要给钱 好像任何的侮辱都无所谓 真是不可思议 原来乐传禅师禅居之地经常发生灾谎 而妇人们又不肯出钱赈灾 因此她准备建造一座粮仓 以备布食之需 同时 乐传禅师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想完成师父的遗愿 建造一座寺院 但是她又不愿一味地等待他人的布施 只好以作画来筹集资金 这个愿望完成之后 她便退隐山林 不再作画 一位受人敬仰的禅师 能在众人面前受此大辱 一方面是因为禅师的修养极好 一方面是因为 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有意义 不在意别人的侮辱 她坚持的是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红衣法师在世的时候 经常喜欢对弟子们说的一句话 是欲与棒不变 并且一再地告诫弟子们 在面对诽谤时 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理智 法师自己也用实际行动 做到了这一点 红衣法师自己写过一段文字 可是到了今年 比去年更不像样子了 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 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止所云 不止我自己看不过去 就是我的朋友也说 我以前如咸云野鹤 独来独往 随意欺之 何以近来近大改长度 到处演讲 常常见客 时时宴会 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 这是我的朋友所讲的 啊 应酬的和尚 这五个字 我想我自己 近来倒很有几分相像 当时那段时间 红衣法师因为一些事情 不得不忙于应酬 而被人灌之以 应酬的和尚这五个字 但他并没有去辩解什么 而是检讨自己 并且保持了沉默 红衣法师对别人的闲言碎语 一向不会加以辩解 其实正是修养的功夫所在 佛陀教导弟子 不要妄生称念 其实就是不要和别人计较太多 太计较就会平添怨气 烦恼就会不请自来 做人如果能将外界的闲言碎语 当作耳边的一阵清风 任他吹来 任他吹去 不为所动 就会省去很多的烦恼 拥有一个更加清静 喜悦的人生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个词语 什么是回向呢 回向又做转向 失向 即是以自己所修之善根功德 回转给众生 并使自己去入菩提涅槃 或者以自己所修之善根 为王者追悼 以其王者安稳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人们在说到某某人很会说话时 往往会用口吐莲花这个词 来说明这个人实在是说得精彩 说得动听 莲花是芬芳美丽的花朵 众听的语句送入耳中 就仿佛置身于夏日联合的熏风中一样舒服 好言好语的力量实在是惊人 佛法是十分讲究与人为善的 而与人为善就包括言出友善 要知道恶言恶语在伤害别人的同时 也伤害到了自己 佛陀只是弟子们应该说柔软语 真实语 慈悲语 爱语 不可说恶语 因为恶语不仅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俗话说 两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做人千万不能刀子嘴豆腐心 心地再好 尖酸刻薄的话一出口 也会在别人的心上 划出一道伤口来 弘仪法师在安海金敦宗词 讲造佛法学习初步时说 恶业者 因其造业众轻 而堕地狱 畜生 鬼道之中 受暴寂尽 性生人中 犹有余报 今一华言经所载者 录之如下 若诸论中 上列外境多种 今不别路 其中第六条就是 恶口 常闻恶声 言多正诵 说话让人最舒服的境界 其实就是说好话 什么是说好话呢 不是曲以奉承 六许拍马 而是说柔软语 说慈悲语 善护口业 诚恳的交谈 热心的关怀 用最温暖的方式 表达你最真挚的心意 如此而已 宏仪法师 无论是在俗 还是出家 都很注重口德 宏仪法师在俗 做教师的时候 发生过一件 特别有趣的小事情 让当年的学生们 难以忘怀 学生回忆说 我们是师范生 每人都要学弹琴 上弹琴的课时 十数人为一组 环力在琴旁 看李先生犯奏 有一次 先生正在犯奏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放了一个屁 没有声音 却是很臭 钢琴及李先生 十数同学 全部沉浸在 亚莫尼亚气体中 同学大兜眼鼻 或发出讨厌的声音 李先生呢 李先生眉头一皱 管字弹琴 我想他一定屏息着 谈到后来 亚莫尼亚气体散光了 他的眉头方才舒展 交完以后 下课铃响了 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 表示散客 散客以后 大家还未出门 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 大家等一等去 还有一句话 大家又肃立了 李先生又用 很轻而严肃的声音 和气地说 以后放屁 请到门外去 不要放在室内 接着又一鞠躬 表示我们可以出去了 同学都忍着笑 一出门来 大家快跑 跑到远出去 大笑了一顿 在学生们眼中 这位李先生是温而立的 他不会因为学生 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情 就大加斥责 亦不会对此不闻不问 他会严肃而何切地指出 这个同学哪里做得不好 既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还不会伤到学生的自尊心 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敬重他 接下来我们解释一个词语 三宝殿 三宝殿也叫三宝地 指佛教的三个活动场所 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 以佛讲法 僧保守之 此三者有互相联系的关系 佛指的是大知大觉之人 另有说法说 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 僧 指继承和宣扬教义的人 三宝所在之殿 就是三宝殿 即佛教僧众信徒 做法事的地点 大雄宝殿 佛家珍藏经书经典之所 藏经楼 还有僧人休息睡觉的宁静禅房 三宝殿 只有较大规模的寺庙才有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画鱼痴为觉醒 轻装前行 红衣法师出家前的头一天晚上 与自己的学生化别 学生们对老师能割舍一切 顿入空门 心中既静养 又觉得难以理解 一位学生问 老师何为而出家 法师说 无所谓 学生进而问道 忍抛骨肉户 法师说 人事无常 如暴病而死 欲不抛 又安可得 放下这两个字 诸多禅味 世上的人 无论是学佛的还是不学佛的 都知道放下的重要性 可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被诸多的事情拖累 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重要 一个也不能放下 所以真正能做到放下的 能有几人呢 孟子说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鱼而取熊掌也 红衣法师为了更高的人生追求 毅然决然地放下了一切 法师的高祖 丰子凯先生 在谈到红衣法师 为什么出家时 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人的生活 可以分作三层 一是物质生活 二是精神生活 三是灵魂生活 物质生活就是衣食 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 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人生就是这样一座三层楼 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 就住在第一层 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 锦衣肉食尊荣富贵 孝子子孙 这样就满足了 这也是一种人生观 保这样的人生观的人 在世间占大多数 其次 高兴或者有力气走楼梯的 就爬上二层楼去看看 或者久居在这里头 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 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 即所谓知识分子 学者 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 人生欲很强 角力大 对二层楼还不满足 就再走楼梯 爬上三层楼去 这就是宗教徒了 他们做人很认真 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 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 必须去探求人生的究竟 他们以为财产 生育 子孙 都是身外之物 学术文艺 都是暂时的美景 连自己的身体 都是虚幻的存在 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努力 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 宇宙的根本 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 这就是宗教徒 我们的红衣大师 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 故我对红衣大师的 由艺术升华到宗教 一向认为当然 毫不足怪 风子凯认为 红衣法师为了探知人生的究竟 登上灵魂生活的层楼 把俗世中的一切都当作身外物 安排妥当之后 尽情放下 轻装前行 这是一种气魄 是凡夫俗子 难以领会的情怀 我们每个人 都是背着背囊 在人生路上行走 背的东西少 走得才能轻快 遗憾的是 我们想要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自身无法摆脱的负累还不够 还要给自己增添莫名的烦忧 禅宗公案里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西迁禅师住在湖南 禅师有一次问一位 新来参学的学生 你从什么地方来 学生恭敬地回答 从江西来 禅师问 那你见过马祖道一禅师吗 学生回答 见过 禅师随意用手指着一堆木柴问 马祖禅师像一堆木柴吗 学生无言以对 因为在西迁禅师处 无法气入 这位学生就又回到江西 去见马祖禅师 讲述了他和西迁禅师的对话 马祖道一禅师听完 淡淡地一笑 问学生 你看那一堆木柴 大概有多重啊 我没有仔细地看过 学生回答 马祖听了 哈哈大笑 啊 你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学生很惊讶 问 为什么呢 你从南越那么远的地方 背了一堆柴来 还不够有力气吗 的确 仅仅是一句话 这位学生就当作一个莫大的烦恼 执着地记在心中 从湖南一路记到江西 如耿在喉 不肯放下 难怪马祖会说他力气大 我们的心有多大的空间 能够承载下这些 原本并无意义的东西呢 一个人 如果想让自己的心有足够轻松自由的空间 那么就得抛去琐碎的繁杂之物 比如无意义的烦恼 如果人生是一座花园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无用的杂草 我们要及时地提醒自己 我们要及时地把它铲除 接下来为大家解释两个 在佛教文化中经常被提到的词语 一个是菩提 什么是菩提呢 菩提一词为梵文的音译 是觉悟智慧的意思 指一个人忽如睡醒 豁然开悟 突入彻悟途径 顿悟真理 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 我们再来说加持 什么是加持呢 加是给的意思 持是得到的意思 通过念佛 想起了佛菩萨 佛菩萨的愿力或慈悲心 反馈给祈祷者 称之为加 祈祷者感受到了 佛菩萨的慈悲和智慧 叫持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福尘除垢 三字省茶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佛门中也有这样的警训 就是资门警训中 佛眼禅师著名的 三字省茶 红衣法师非常重视三字省茶 对第三条尤其惊心 专门把它记录进了晚情集 抱怨虚幻不可强违 服侍几何随家风俭 苦乐逆顺 倒在其中 动静寒温 自愧自毁 在这三条中 以第三条最为重要 三字省茶中 第一项自省 是说我们的生命宝贵而短暂 如白居过细 转瞬即逝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要把握生命 做有意义的事情 不要为无聊的事情耗费生命 既然入了佛门 就要去弘扬佛法 第二项自省是说 佛法修行艰难 要想解脱进入极乐世界 就要重视良师益友的教诲 勤家修习 不可懈怠 第三项自省是说 无论是我们资深还是静寓 都是虚幻不实的 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 是苦 是乐 都应该随遇而安 因为这些 都是因果循环 要心地清静 做到无动无静 无寒无暑 否则就要生惭愧之心 自我检讨 在这三条中 以第三条最为重要 须致心下清静 不为环境所左右 正是修行的密要 弘一法师的家境 十分优越 他的父亲去世时 甚至连直立总督李鸿章 都亲自来操办丧礼 可见家族之地位 法师年轻时 家中经营着多家营号 出手阔绰 当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以后 家族事业破产 经济条件一落千丈 但是他依旧安然度日 自己工作养活家人 还不时地拿出一部分钱来 接济贫困的学生 真正做到了随遇而安 等到凯武出家的时候 弘一法师更是决绝 不仅舍弃了家庭 还把自己的财物奉送出去 其中有很多珍贵的书画 比如他赠送给 北京美术学校的 极其珍贵的西洋油画 美术书籍 能堆满半个屋子 送给杭州西陵印社的 是他多年记下的印章 送给同师夏勉尊的 是他平生所藏的字画 甚至连十年来收集的音乐 书法作品都分送给了学生 真所谓是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法师出家后 僧衣铺盖都非常的罕见 一次 法师应邀去青岛战山寺红法 战山寺中的一位火头僧认为 他是一代高僧 必然是前促后拥 持穿用度都会非常的滑贵 谁知与红衣法师见面后 发现他的衣着极为普通 不禁大为精益 认为有作秀之嫌 有一天 这个火头僧找了一个机会 走进大师所住的疗房查看 结果看到室内更是异常的简朴 床上是破旧的衣服和被褥 桌上放着几部经书 毛笔已经用秃了 众所周知 红衣法师修行的是律宗 客己慎言 法师长期坚持日食一餐 过午不时的戒律 而且他只吃萝卜白菜之类的便宜素材 不吃价格较贵的冬笋 香菇等素砖 法师一向是钱财如粪土 对于钱财 他随盗随舍 不积私财 除了几位故旧弟子以外 他从不轻易接受其他信徒的供养 有一次 夏敏尊先生赠给他一副 美国出品的真白金水晶眼镜 他马上将其拍卖 卖得五百元 并且立即把钱送给泉州开园寺 购买斋粮 振寄灾民 富日子有富日子的过法 穷日子有穷日子的过法 红衣法师真正做到了 随缘随心 从不会因为家庭的变故 心理上不平衡 或者是觉得自己一届富家公子 做了和尚就要搞特殊 法师将自我 完全投入当下的生活 心在廉耻 纵使有风经过 也不会惊奇连拨 红衣法师 能坚持修行严苛的律宗 忠诚一代宗师 与其苦乐逆顺 道在其中 动静寒温 自愧自毁的人生信条 是分不开的 接下来为大家解释两个 在佛教文化中经常使用的术语 先说说 坐禅 什么是坐禅呢 坐禅就是 夫坐而修禅 是佛教修持的重要方法之一 修禅也就是修定 修定可以发慧 智慧的慧 我们再来说说玛瑙 在佛教文化中 花草树木 飞禽走兽 都是有象征意义和寓意的 玛瑙 泛语本称阿斯玛加波 亦为玛瑙 是佛教的七宝之一 玛瑙具有脂肪或蜡状的光泽 半透明 从切开的剖面可以看到 由灰 白 红 绿 淡赫 淡蓝 等等多种不同颜色组成的 童心圆状 波纹状 层状 或者平行条带状 玛瑙在自然界中分布较广 质地坚韧 色泽艳丽 纹饰美观 自古以来 一直被当作辟邪之物 护身符来使用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玉玉黄化 无非般若 轻轻翠竹 尽是法身 玉玉黄化 无非般若 在《纸约录》中 记载着这样一则常话 谈的是真如本性 与般若智慧 说禅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道也蕴含在我们的生活里 红衣法师修行律宗 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都有律可依 举手投足 都有与佛的交流 法师吃饭 即使夹起一块萝卜 放入口中 脸上也带着满足和欣喜 这是让人惊异的 下面尊居士在自己的回忆中 说到过这件事情 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 红衣法师对物质生活的知足 更多的是对生活深层的感悟 吃一块萝卜 心与意都蕴藏在那块小小的萝卜上 心无旁骛 口中蕴含的是萝卜全部本真的滋味 萝卜本是寻常的食物 很多人都吃过萝卜 可是有多少人会这样全心全意 认认真真地享受过一块萝卜的滋味呢 律宗的生活是艰苦的 衣食住行都非常的罕见 然而在这样清寒简朴的生活中 般若智慧如清流 如山蓝缓缓腹长 浸润着红衣法师 渴求真如的心 在这个世界上 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看佛经 研习佛法 但是大彻大悟 修成正果的 须止可数 这是因为 看起来都在学佛 却未必人人能做到心中有佛 学佛不仅仅是念经了事 要把心注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认真去做 认真的去坚持 举个例子 很多人爱说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在他们眼里 敲钟是一件很简单 很随意 只是举手之劳 可以得过且过的事情 其实 敲钟也能敲出佛意 一个冬日的清晨 一上禅师刚刚从禅定中起身 听到悠扬深沉的钟声 穿透浓浓的雾碍 传入耳中 禅师聆听良久 问道 金晨敲钟者是谁 试者回答 是一个新来参学的小沙米 一上禅师沉思片刻 吩咐把小沙米换来 禅师问 你今天早晨 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在敲钟呢 小沙米回答 没有什么特别心情 只是因为需要敲钟而敲钟 一上禅师笑着摇摇头 不 你敲钟的时候 心里一定在念着什么 因为我今天听到的钟声 是非常高贵 响亮的声音 只有虔诚的人 才能把钟敲出这种深沉博大的感觉 小沙米听了恭敬的回答 敲钟的时候 我没有刻意去念什么 只是我平常听您的教诲 敲钟时 应该要想到 钟即是佛 要虔诚 尽钟如佛 所以 我是用犹如入定的禅心和礼拜之心 在敲钟 一上禅师听了小沙米的回答 非常喜悦 说 今后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保持今天早晨 敲钟的禅心 将来你的成就就会不可限量 用心地 虔诚地去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敲钟时 把钟当作佛 刷碗时 把碗当作佛 扫地时 把地当作佛 这样 实时处在修行之中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 能在生活中与万佛共处的小沙米 就是森田物有禅师 后来他继承了 一上禅师的衣钵 轻轻翠竹 尽是法身 郁郁黄化 无非般若 行一禅 坐一禅 雨莫动静 体安然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是我们修行处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直虚为时 曾误绝日 在红衣法师的晚清集中收录了这样的句子 直虚为时 曾误绝日 这是说六道中的众生 把虚幻的东西当作真实的 从无始节到今天 从来没有觉悟过 金刚经理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应作 如是观 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 人似秋红 来又信 是如春梦 了无痕 人世中一切的事 一切的物 都在不断地变换 没有一刻停留 万物有生有灭 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情 停滞不前 如果谁能真正体会到 是如春梦了无痕 那就不会生出这样那样的诸多的烦恼 众人眼中的所谓繁华 大半是停留在生活的表面 功愁交错 衣貌光鲜 熙熙攘攘的背后 往往透出的是一丝丝的苍凉 缺少智慧的人 总是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甚至沉迷 弘异法师在出家以前 就已经在文艺界非常有名气了 他常与书法 金石 古文造诣也非常深 在上海 他参加城南文社的真文 参加三次 三次夺魁 诗人颇目其才 他留学日本 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 同时学习音乐 戏剧 诗词 书法 传课等等 而且样样都学得十分精通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回国后 一开始担任太平洋报的编辑 并和柳亚子等人创办文美会 主编文美杂志 后来又去杭州 接下浙江第一师范的聘书 教授图画 音乐 先后七年 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人才 在此期间 又与叶周 马一福 吴昌硕等交友 加入西陵印社 堪称博学多能 名众一时 就是这样 在普通人的眼里 无比精彩的人生 弘一法师 却用一个佛字 一笔轻轻地带过 真是硬了 世事繁华 如梦如幻 对于成为一代高僧的 弘一法师来说 这是一个无善无恶 无爱无憎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没有表象 色相 成见等等 不存在任何的束缚 所以它能够来去自由 洒脱 轻松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梦者是妄身 患者是妄念 泡者是烦恼 赢者是业障 人的心 如果执着于世间万物 就会有千种的折腾 万般的烦恼 人的心 如果能随缘任运 人生就会更加地 轻盈自在 繁华如梦 不过是一个梦 何必为了它喜乐哀愁 如颠四狂呢 我们再来说说 琥珀 在佛教文化中 花草树木 飞禽走兽 都是有象征意义 和寓意的 琥珀 是数千万年前的树枝 被埋藏于地下 经过一定的化学变化以后 形成的一种树枝化石 是佛教七宝之一 琥珀的形状多种多样 它的表面常保留着 当初树枝流动时产生的纹路 内部经常可以看见气泡 以及古老的昆虫 或者植物的碎屑 颜色一般为黄红色调 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 琥珀可以凝心神 安五脏 鸣心絮 定神破 它与佛教的戒定慧三学相对应 用琥珀来修持 可以帮助人产生定力 是佛教中为修行的人 加持赐福的宝物 感谢收听 我们一起进入下集 言传身教 初衷不改 弘仪法师出家二十多年 始终是初心不改 点点滴滴言传身教 一举一动 接在律中 他一心弘扬佛法 他的精神和行为 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感召着身边的弟子 就是好友、学生以及很多普通的信众 他们也都纷纷发挥各自的所学、所长 在不同的方面 为社会、为佛教文化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例如夏缅尊居室 丰子凯居室等等 1935年农历四月 法师要到惠安弘法 弟子有人们都极力地劝阻 这一年 法师五十六岁 身体衰弱而多病 而惠安之行是需要渡海 旅途非常的艰辛 但是法师初衷不改 他认为弘法是可以试舍生命的 所以与传冠法师 在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 在弘一法师留下的 惠安弘法日记中可以看到 这次弘法的过程是漫长而充满艰辛的 年轻人为之尚且勉强 更何况一个病弱的老僧呢 后二十四年 以亥四月十一日西 自泉州南门外 乘古帆船航海 十二日晨到宠武 改成小州 风力浪大 午前十时 抵净封寺 十六日往宠武 举普连堂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讲三规五界 观音菩萨灵感 及净土法门等等 十九日下午 返净山 二十一日 为王母名诞 开讲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 五月一日讲净 初三日 为灵风偶义大使圣诞 午后 讲大使事迹 六月七日 十讲四分律戒本书行踪迹 二十一日 第二册奖境 七月三十日 为地藏菩萨圣诞 午后 讲九华山事迹大义 八月五日 为王妇会日 开讲 普贤行愿品祭送 七日讲净 听者慎重 二十三日 性愿老法师到净风 请讲佛法大药 二十七日 讲气 每日听众百人左右 十月将去静风 刘提云 已害四月 逾居静风 直举迎起 秋晚将归去 由韩蕊卫土 口战一绝 聊以至别 我道为直重 我行花未开 岂无家色在 留待后人来 二十二日 去静风 到惠安城 与朱居室留宿 二十三日上午 到柯丰寺讲演 并为五人证授归宜 下午到泉州 十一月十九日 赴到惠安城 与黄善人宅 二十日 到柯丰寺讲演 并为十人证授归宜 二十一日上午 为一人证授归宜 下午乘马 行二十里 到许山头东宝 遇许莲木童子宅 二十二日 在瑞姬岩讲演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在许童子宅讲演 并为二十人 证授归宜 及五届 二十五日上午到后尾 与刘清辉 局使菜堂 下午讲演 二十六日上午 到胡乡 与胡碧连居士菜堂 下午开讲 阿弥陀经 二十八日 讲精进 为十七人 证授归宜 及五届 二十九日 上午到谢辈 与黄承德居士菜堂 三十日讲演 十二月 初一五 到惠安城 与李氏别墅 经为某小学校 初二日 到儒师堂 讲演 听众百人 初三日 到泉州 卧病草案 红衣法师 就是这样 不知疲倦地 在惠安红法 工作繁重 忠于病倒 所幸的是 法师蒙三宝加倍 逐渐康复 慧安红法 只是红衣法师 繁忙的老年生活的 一个小片段 当其他的人 步入老年 安享天年的时候 红衣法师 却不辞辛苦 马不停蹄地 专注于红法 可敬 可叹 佛教中的高僧大德 不以年高 而降低自我要求 勤心佛法的 并非红衣法师一例 佛光禅师门下弟子大志 出外参学二十年后归来 正在法堂里 向佛光禅师述说 此次在外参学的 种种见闻 佛光禅师 以未免的笑容倾听着 最后大志问 老师 这二十年来 您老还好吗 好 很好 讲学 说法 著作 写经 每天在法海中泛游 世上没有比这种 更心悦的生活 每天 我忙得好快乐 大志关切地问 老师 您应该多一些时间休息 夜深了 佛光禅师对大志说 你休息吧 有话 我们以后慢慢谈 清晨还在睡梦中 大志隐隐听到 佛光禅师的禅房 已经传出 阵阵诵经的沐鱼声 白天 佛光禅师总是不厌其烦地 对一批又一批 来礼佛的信众开示 讲说佛法 一回到禅堂呢 不是辟阅学僧心得报告 便是你定信徒的教材 每天总有做不完的事情 大志抓住这个空档 问佛光禅师 老师 分别这二十年来 您每天的生活 仍然这么忙碌 怎么都不觉得您老了呢 佛光禅师微笑着说 我没有时间觉得老呀 所谓光阴催人老 更确切地说 光阴是在催闲人老 当你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专注的事情中 就如同给了生命一个振奋的理由 给生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正因为你的专注给肉体 源源不绝的动力 你的脸颊会呈现出年轻的光彩 流露生命的魅力 人老最早是老于心 心动则生命之力流淌 心疲惫了 老了 生命的泉水就会枯竭 你就会举止迟缓 思维不再灵活 老太尽险 生命的活力 不应该是老天收取的 是我们自己收藏的 生命的花朵 必然会凋败 但在它凌落成泥的瞬间 依然能散发出 亲人心脾的清香 犹如光临觉想 闻者震撼 接下来我们解释一个 佛教的常用语 世间法 什么是世间法呢 世间法 亦称为人间佛教 通俗地讲 就是在社会 家庭 工作 学习中的 各种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 因为这其中涉及不到 生死轮回等问题 故称其为世间法 五成佛法包括 人成 天成 生文成 圆觉成 菩萨成 其中后三种叫 初世间法 前两种就可归为 世间法 感谢收听 从下集开始 我们进入 红衣法师 智慧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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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